女孩只是说自己吃牛排要撒黑胡椒 却让魔法学院的教授震惊 因为香料在这个世界十分稀少 一盘黑胡椒就能换一栋别墅 也正是因为这个说法 让她躲过一次死劫 原来苏薇由21世纪穿越而来 这个身体的原主人假冒贵族 于是真正的贵族小姐用昂贵的香料试探她 苏薇打眼一瞧 这不就是西餐里随处可见的调味品吗 浓烈的香料气息带着潮湿的风灌进鼻腔 几乎让她梦回了当年在欧洲留学的日子 苏薇请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苏薇猛地回过身 说话的是一名三四十岁的金发男子 她紧紧地盯着苏薇 眼里流露出不佳掩饰的怀疑 苏薇瞳孔一锁 心里生起一股巨大的恐慌 陌生的情绪瞬间倾袭了她的大脑 随着情绪翻涌的还有脑海里不断闪现的记忆 她想起来了 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冒充贵族小姐入学 结果因为跟人抢宿舍得罪了一位真正的贵族小姐 那位贵族小姐识破了原主的身份 想让原主在开学的第一堂课上原形毕露 而金发男士这堂课的老师菲尔教授 他听从了贵族小姐的提议抽原主起来答问 这堂课是要即可 现在讲的是贵族常用的基础香料 让苏薇回答的也是跟香料有关的问题 可原主根本没接触过昂贵的香料 光是听到提问就怕得三魂去了七魄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害怕 那是因为平民冒充贵族一旦被发现 是要被抓去严刑拷打然后当街绞死 想到中世纪那些折磨人的酷刑 苏薇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迅速冷静下来起身看向菲尔 道歉菲尔教授 我走神了 能请您再说一遍问题吗 右前方传来一声吃笑 我看他不是走神 是根本不知道吧 说话的是那位贵族小姐身边的跟班 随后教室里响起嘻嘻嘻的议论声 连基础香料都不认识 苏薇真的是贵族吗 安静 菲尔教授拍了拍桌子重新看向苏薇 苏薇请你辨认一下桌上的香料 并且要说明他的用途 好的 苏薇垂眸目光又回到那盘香料上 石罗 田罗勒 巴西里 都是西餐里最常见的调味品 他定了定神伸手拨动香料 将它们的名字和作用一一念了出来 石罗 为心田烹食可治胃痛失眠 田罗勒 可做配菜食用 巴西里 调味香料可生食 苏薇抽回手指抬头 教授我的回答正确吗 苏薇笑了笑 教授 这些香料都是很常见的调味品不是吗 虽然菲尔也是贵族出身 但就算是他也不能奢侈地 把这些香料用作烹饪调味 你说得很好 这堂课给你加十分 就在苏薇坐下的同时 前方那位贵族小姐忽然侧过身 用湛蓝的眼眸审视地看了他一眼 像是在评估一个价值不明的误解 苏薇对上他的目光 同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这位名叫阿西娜的贵族小姐 有一头黄眼的金色长发 恰巧跟菲尔老师的发色一模一样 后半杰克苏薇捶着眼睛 整理脑海里多出的记忆 这具身体的原主人本来是一个小云民 渔村遭到海盗屠杀 只有他一个人幸运地被几位骑士救抢 其中一位好心的女骑士 给了他一封入学推荐信和一些金币 让他来这所学校读书 原主相貌出色 在来学校的路上好几次差点被人强暴 为了保护自己他便冒充起了贵族 只是这个冲动的决定也要了原主的命 记忆里原主今天没能回答出菲尔的问题 因此引起了班上同学的怀疑 他们通知了教会的审判者 把原主抓进了教会的监狱 他经不住拷问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身份败露后原主先是被士兵用绳子绑着游街市主 后又在城头上挂了整整七天 遭到无数人的唾骂 那些平民纷纷往他身上泼粪水扔烂菜叶子 最后他被送上菜市口的绞刑架吊死 临死前他把灵魂献祭给了邪神 希望邪神能改变这个世界 也改变他的未来 不知道邪神是不是收到了他的陷阱 让苏维穿越到了他被揭露的当天 苏维半合着眼继续回忆这所学校的信息 西瑞亚魔法学院由多国共同出资建立 虽然学院一直宣扬入学者不论贵贱 但这里的贵族还是非常歧视平民 两者之间经未分明 原主冒充贵族进入了贵族学生的视野 却又和贵族的习惯格格不入 早晚都会被拆穿 今天这场试探只是一道开胃菜而已 至少阿希娜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在原主的记忆里 阿希娜这时候已经派了人去查他的底细 苏维有心想阻止阿希娜却没有那个能力 他不知道阿希娜派了谁去查他 也不知道那个人会查到什么 这种等待宣判的感觉还真是新鲜 但苏维大概猜得到那个人去了哪里 原主在报名的时候填写过一张登记表 上面有他的基本信息 多亏了登记时不强制要求写名身份和住址 原主就写了渔村的大致方位 也就是北海沿案 就算那个人去了北海边 可海边有那么多座城市和村庄 他也不一定能找到渔村去 再说原主离开的时候 村子里的人都被海盗杀光了 渔村也被海盗一把火烧了 死无对证 苏维现在唯一担心的是资助原主上学的那几位骑士 只有他们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临近下课菲尔布置了作业 他让大家用这些香料配置出一道香方 下捷克交上去 放学路上学生们讨论该怎么完成作业 捷克你打算怎么配置这些香料 苏维只起耳朵偷听 嘿嘿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香料 我要把它们全部放进锅里熬成粘稠的药物 每天往自己身上涂一遍 苏维觉得离谱 不怕把自己咽入味吗 但他突然想起香料最早就是用作宗教供奉和丧葬祭祀 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就是用的香料给尸体防腐 他们用各种香料混合油脂涂抹尸体 制成了芳香千年的木乃伊 想到这里苏维心情微妙 难怪他说那些香料是调味品的时候 其他人的反应那么奇怪 用抹尸体的香料下饭能不奇怪吗 说到底还是历史文化差异惹的祸 苏维心生警惕 看来以后说话做事都要先考虑这里的文化背景 以免被荡成一端 苏维想清楚后正要离开 身后却响起一道傲慢的声音 建民 给我站住 是那位贵族小姐的跟班 来者不善苏维加快了脚步 苏维 少女不敢相信自己被无视 愤怒地跑到他身前 我叫你站住你没听到吗 苏维被迫停下 唯那同学有何贵干 唯那只高气昂 哼 你不会以为大家都对你糊弄过去了吧 还吃香料 真是可笑 苏维懒得跟他辩解自己不是吃香料 而是用香料调味 所以 你找我就是想说这些无聊的话 无聊 维那抬高了嗓音 建民 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 你就不怕我拆穿你吗 苏维命不改色 拆穿我什么 哈 你还敢装模作样 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认识的那些香料 但你骗不了我 我早就看出来你根本不是什么贵族 愚蠢的建民 你身上那件脏兮兮的羊毛里 一直有平民才会传 说完了吗 苏维心平气和地看着他 那该轮到我说了吧 在维那惊呆了的目光中 苏维一步步逼近 眼里放出射人的寒光 在我看来你说话粗俗不堪 举止轻浮放荡 毫无贵族应有的教养 品行不端道德败坏 你的妒忌和卑鄙都写在了脸上 你的灵魂肮脏龌龊又惹人讨厌 你不是一名合格的淑女 维那同学 你真应该回家好好休息一下贵族的礼物 维那尖叫一声指着苏维的鼻子骂 你这个卑贱的 请注意你的仪态 苏维飞快地打断她力声呵斥 淑女是不会大吼大叫的 收起你丑陋的嘴脸 你恶心到我了 维那崩溃大哭舞着脸跑掉了 对于这个时代的贵族少女来说 苏维刚才的话堪称恶毒 但她并不觉得抱歉 在原主未来七天的记忆里 维那来看过她一次 当时她用来羞辱原主的话 可比这还要恶毒一万个 这时阿希娜从廊柱下缓缓走出 维斯利家族可是出了名的户端 你这么羞辱维那 不怕惹来维斯利家族的报复吗 维斯利三个字触发了原主的记忆 苏维脑海里立即浮现出维那的信息 维那是伯伦郭维斯利伯爵的小女儿 伯爵的女儿都只能做跟班 这位化名为阿希娜的少女又是什么来头 苏维脸下眼中的猜疑平静地转过身 你这么利用维那 不怕她向维斯利伯爵告状吗 阿希娜弯了弯唇 我当然不怕 何况她也没那个脑 苏维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认为我就会怕呢 看来是我多虑了 阿希娜眼唇倾笑 随即话锋一转 对了 明天要上摩文课 那些平民怕事又要闹些笑话出来 听说平民不会算数也不知道成出 他们怎么计算几何呢 苏维听着有几分不议 摩文课才能理解 毕竟这所学校就是魔法学院 但摩文课为什么要教几何 这不是数学课才学的吗 然而躲过一劫的苏维还不能放下心 因为园主所有的钱 都拿去买穿在最外面的行头 里面的衣服还是一件羊毛内衫 这时候的羊毛漂染和纺织技术还不发达 支出的羊毛衫粗糙厚重 真正的贵族一般都穿细满或棉衣 苏维揉搓着手上的羊毛内衫 脑海里闪过一道道处理工具 技术不发达 他让他变发达不就好了吗 保暖舒适保养麻烦的金仿羊毛衫 一定会受到那些穷奢极欲的大贵族们青睐 等到所有贵族都以穿最柔软昂贵的 夕阳绒衫为荣的时候 那些人反而会觉得他才是真正的贵族 因为他穿得最早 想到这苏维翻出一块就麻布 用木棍烤成探笔在麻布上细心刻画 清洗羊毛的步骤 脱去油脂的方法 梳理羊毛的改良工具 加拧织布的过程 等麻布画满十月亮你升上了中天 这块麻布还只是草稿 他还要买来羊皮纸用羽毛笔和墨水 再腾抄一遍 等把这东西卖出去 他伪装贵族需要的大笔钱款 也能及时的补充 苏维身了个懒腰 无比感谢上一世爱刷颤音的自己 那些手工博主的视频他可没少看 第二天的课程是摩文课 每个人面前都摆放着一块四四方方的沙盘 沙盘旁边还放着一节光滑的小木棍 一些贵族同学熟练的拿起小木棍 在沙盘上划拉 早上好孩子们 我是你们的摩文课老师克劳德迈克 你们可以叫我迈克教授 日安 迈克教授 学生们纷纷站起来鞠躬行李 好了 请坐下吧 迈克教授点了点头开始了他的讲课 摩文是吸收魔力的容器 通过拆解刻画这些印记 我们可以补会游伞在天地间的魔法元素 继而掌控并使用它们 摩文的用途有很多 最常见的用途便是附魔 比如将风之摩文刻在骑士的剑上 可以加快挥剑的速度 其次是传送 摩文可以连通空间通道 在不同的地点刻下 摩文可以让我们完成远距离的穿梭 最后是召唤 召唤摩文不仅可以召唤魔兽 也可以召唤亡灵 传说中的圣魔导师还能召唤出神的投影 当然后两种摩文是中高级魔法学徒 才能修习的课程 你们现在要学的是基础摩文的绘制 苏维听得很认真 在原主记忆里 这个大陆到处流传着魔法的传说 他对魔法也是十分好奇 好了孩子们 把你们的沙盘铺平 我要开始讲基础摩文的结构了 摩文是空间结构的压缩 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会绘制平面几何 绘制摩文用到的几何图形分为四类 矩形 三角形 圆形和多边形 苏维万万没想到 穿越后竟然还要从小学数学学起 这摩文课就是数学课的前身吧 麦克教授继续讲到 学会绘制几何图形后 我们还要会计算摩文的比例 才能刻归到不同的载体上 说着他在木板上画出一个六芒星 标注他的一节线段为一英尺 又画出一个正方形标注编长为六英寸 现在谁能告诉我 如果我要把这颗六芒星刻到正方形的石板上 他的线段最长为多少英寸 底下的学生立刻拿起笔计算 算了一会儿又抬起头两眼猛圈的看向木板 仿佛在看什么天书 麦克教授再次提问谁会算 不少人都低下了头 缩着脖子当一只鞍唇 突然维纳举起了手 我的朋友苏维出身贵族精通算术 我想他一定能回答您的问题 维纳说完看向苏维 亲爱的快告诉教授你的答案吧 他观察过苏维从刚才到现在一直没动 这个低贱的平民肯定是不会算数 麦克教授看出了两人之间的局域 但他并不打算干涉 也不认为苏维能回到这个问题 毕竟这道题对他们来说确实有难度 回答不出来才正常 苏维 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 麦克教授询问时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 而苏维早就心算出了答案 听到他问也就站了起来 答案是三的开方减一的X乘以六的开方的G 约等于1.8英寸 维纳差点笑出声 哈哈哈哈什么三的开方 这也叫答案 不会算数还乱回答 这下麦克教授肯定要升起了 他没注意到麦克教授眼中闪的亮光 你会算开方数和三角数 有幸学过一点 还没忘 苏维回答得很谦虚 我的孩子 你太谦虚了 我曾经教过很多学生 但他们大多数人都算不明白 只会死板的话图 麦克教授越看苏维越满意 好孩子 坐下吧 其他同学不会也正常 我就是想用他引出下面要讲的算学知识 三角树和开方树 维纳脸色顿时阴沉下去 他不明白 苏维明明就是个平民 为什么懂这么多东西 难道他真的是贵族 下课后苏维出了教室朝食堂走去 路上有不少人结伴前往学院餐厅 突然一阵哗啦啦的童币散落声传来 一个少女慌乱的弯下腰捡童币 再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急得满头大汗 抱歉 请让一下 我的童币掉了 一枚童币滚到苏维脚边被他用脚挡下来 他捡起童币走到少女身前 你的 看到一节华丽的裙板少女急忙起身让路 啊对不起 我挡到您的路了吗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苏维抿了抿唇把童币递出去 我只是想说你的童币给你 少女书弟抬起头 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苏维 苏维在看清少女的脸后也愣了一下 在园主未来七天的记忆里 这是唯一一个在他挂成墙势众时 想办法给他喂水喝的人 于是又往前伸了伸手 不要吗 少女赶紧恭敬地双手接过童币 谢谢您 非常感谢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像您这样尊贵又善良的小姐 苏维微微一笑 你叫什么名字 少女紧张地挺起后背 我叫温妮 温妮查理 我叫苏维 温妮 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当然 只要您不嫌弃 你数数看都剪完了吗 温妮数了一遍 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她感激地向苏维道谢 幸好有您帮我 不然我就凑不起租马的钱了 租马 苏维有些疑惑 温妮点点头 我是终极魔法学徒 后天入学考试要考马术 我买不起马就只能去租了 马术科学院不给学生提供免费的马吗 苏维按道一声糟糕 因为她也没钱买马 提供的 但是那些马都很老 贵族学生们都用自己的马 跑得很快 如果我的成绩太差 就会失去免学费的资格了 听到还能免学费 穷得叮当响得苏维心动了 她撞似随意地问 免学费的资格很难获得吗 当然难了 要总成绩排名在前十 才能免除所有学费 前二十名只免除一半 温妮握着拳头眼神坚定 我一定要考出最好的成绩 前三名还有高额奖学金呢 罗维睫毛颤了颤 一个年纪有两百多人 要考进前十难度确实不小 不过想到高昂的学费 她觉得自己也不是不能努力一下 西瑞亚魔法学院总共开设了七门课程 分别是药剂学 魔闻课 魔咒语 自动翻译了个科的名字 药剂学是生物课 魔闻课是数学课 魔咒语应该就是某种外语 而炼金术就是化学 占星术是古代天文学 所以属于物理课 而剑术就是体育课 马术则是驾驶课 数学外语理化生 看来是所理科院校 不过正好她上一世就是个理科生 除了剑术和马术 剩下的课拿高分不难 只是这样的话 她必须尽快把羊毛精致的房子卖出去 卖掉前后首先买一匹好马 不管是为了更好地掩饰她的身份 还是为了拿下马术克的高分 想到这里苏薇看向少女 温妮 你知道西瑞亚最大的羊毛纺织商是哪一家吗 温妮不知道最大的羊毛纺织商是谁 但她有个同学巴尔克哈金斯 家里是西瑞亚第二大羊毛纺织商 两人找到巴尔克 苏薇告诉她 我有一份关于羊毛纺织工艺的秘方 想找你做一笔生意 巴尔克从小就立志发扬家族产业 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传信了父亲 请苏薇和温妮前往他们家的商铺相谈 毕竟这么大的生意她自己做不了主 更何况对方还是一位贵族 巴顿哈金斯收到消息早早等在了店里 但她觉得一位贵族小姐手里 不会有什么好的秘方 不过儿子能因此得到贵族小姐的友谊 甚至再大胆一点 得到贵族小姐的芳心 他们一家从此就能步入上流社会了 见到苏薇后巴顿更激动了 少女有一头尊贵的黑色秀发 她的五官是那么精致 手提裙摆点着脚优雅极了 巴顿肯定这是一位贵真价实的贵族小姐 苏薇此时心里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路上满大街的粪便几乎没地方下酒 她差点就要吐出来了 这个世界的街道环境实在是太差 几人在二楼的会客厅里落足 苏薇小姐听巴尔克说 您手里有一份关于羊毛纺织工艺的秘方 是的 这是我们家族的秘方 本来是不能轻易外传的 但希瑞亚的羊毛布料实在是粗糙笨重 扎得我浑身难受 是是 我们这里的羊绒布确实是有些粗糙 巴顿脸上陪着笑 心里却不以为然 羊毛织出来的布料本来就厚重扎人 谁家贵族把它穿在最里面 这位小姐怕不是故意来找茬的吧 所以 我想跟你做一笔生意 你用我给的秘方织出令我满意的羊绒布料 并给我做成成衣 我会付给你丰厚的报酬 巴顿有些犹豫 如果单位他一个人开一条生产线 这笔生意并不划算 您需要做多少羊绒布呢 一天一件羊绒衫的话 大概需要50匹布吧 我可以付你100金币的定金 做出的羊绒衫 我按每件10枚银币的价格付给你 苏维事先了解过 现在的羊绒衫普遍价格才60铜币一件 他给的价高出了十几倍 巴顿一定会动心 另外我还需要一些羊绒披肩和羊绒大衣 披肩两枚金币一条 大衣7金币一件 披肩先做个20条吧 大衣也做10件 巴顿掰着手指飞快地计算出利润 除去成本他能净赚200金币 也就是200万铜币 这都够他在王城买四栋带花园的大宅子 他的商铺现在一年的净收入也才20金币 巴顿呼吸都变粗重了 苏维小姐 您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按这个价格给我们 我向来说一不二 不过我还有两点要求 您说您说 巴顿现在看苏维就像是看天上的财神 第一 你要严格按照我给的秘方来处理羊毛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的合作作罢 第二 我给出的价格是买断价 生产出的羊绒衫只能卖给我一个人 你不能对外出售 也不能把我的秘方泄露出去 哪怕我以后离开西瑞亚 苏维谈判时气势格外惊人 眼里的寒光逼得巴顿喘不过气 当然 那是当然 巴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心想贵族就是不一样 这周深的气场 他看一眼都忍不住想下跪 好 既然哈金斯先生答应的这么爽快 那我就安心把秘方交给你了 您是巴尔克的父亲 我相信您的为人 巴顿看了一眼巴尔克 给了他一个好样的眼神 巴尔克顿时挺起了胸膛 掩饰不住的骄傲 不过他今天才第一次见苏维小姐 他就这么信任他们 苏维拿出腾抄好的羊皮卷交给巴顿 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 可以现在问我 等您确定可以把我要的布料做出来后 我们再拟定气书复明定金 巴顿展开羊皮卷平住呼吸看了几个 羊皮卷上不仅写了文字说明 重要步骤还画有图示 一眼看过去解明生动 很容易看懂 这哪里是一道秘方 分明是一整本纺织秘籍 里面随便挑出一道工序 都能让他们转大法 巴顿热切地看向苏维 这么珍贵秘方真的能让我看吗 这简直是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您就不怕我把他拖走吗 苏维拖着腮鞋靠在椅子上 表现得兴致缺缺 对我来说 不过是几张纸而已 哈金斯先生 您是个商人 我想您应该明白怎么做才是最有利的 巴顿重重点头 您放心 哈金斯商铺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苏维理了理群摆站起身 时间不早了 等您把布料样品做出来再联系我吧 苏维走后 巴尔克疑惑地问巴顿 父亲 你说苏维小姐 为什么要让我们给他做衣服呢 他直接让家里的仆人送过来不行吗 你懂什么 像苏维小姐这样尊贵的人 怎么会用堆积的就布料 晚上苏维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羊毛纺织技术他已经送了出去 如果哈金斯商铺连夜赶攻的话 三天时间内就能支出一块巴掌大的胚布 刚好赶在马术克前一天 但他不确定对方会不会按照他预计的方向走 如果巴顿在看到胚布的质量后还不心动 他这场戏就唱不下去了 一百金币的定金他一个子都拿不出来 突然苏维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他今天对人的态度太高傲 作为一个假冒的贵族 最好还是扮演一个爱心泛滥的圣女 这样还能掩盖一下他缺失的底气 将其伪装成他的性格弱点 而且贵族成员都有自己固定的圈子 他一旦挤进去很快就会暴露 他要发展势力只能寻找平民 所以他的性格必须要受到平民的欢迎 另一个低调神秘温和的贵族小姐人设 想到这苏维爬起来在床头上刻下了八个字 仁慈宽容 温和纯善 以后每天起床前看一遍 牢记自己的人设 窗外一只红眼乌鸦静静地看着 将他刻字的举动全都收在眼底 过了一会儿他扑扇着翅膀 飞向了学院的另一边 面容俊秀的少年将乌鸦看到的八个图案画在羊皮纸上 查德 你见过这种符号吗 名叫查德的青年摇头 没有见过 殿下 不过他看起来像是某种文字 文字 少年眼神英智 若非我那王姐真的找到了一位巫女 你想个办法 今晚就去把她给我弄死 还有 记得伪装成意外 查德垂下头英式 半夜苏维梦到一只毒蜘蛛从被子上爬到了他的脸上 还咬了他一口 吓得他立刻惊醒坐起了身 就见被子上真的趴着一只毛茸茸的大蜘蛛 于教授只是轻轻甩动手中的树枝 下一秒竟出现一团篮球大的火焰 苏维瞪大了眼睛 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证魔法 激动地握紧自己手中的魔法棒 也尝试着念出咒语 阿罗罗瓦西利西索 罗法拉哈阿罗利西索 苏维穿越到一个魔法世界 原主是个假冒贵族的渔民少女 一旦被拆穿身份就会面临死亡 为了活灭 他准备给自己立一个低调温和的贵族小姐人设 于是在床头上刻下了八个汉子 仁慈宽容温和纯善 殊不知因此被皇子认定是女巫 命令手下暗杀他 半夜苏微突然惊醒 他梦到自己被毒蜘蛛咬了一口 吓得他直接坐起身 竟发现被子上真的趴着一只大蜘蛛 他反手拿杯子将蜘蛛罩住 毛茸茸的真可爱 可得好好养起来 次日魔咒课上 出击魔法学徒们都很兴奋 在教室里激烈地讨论着各种魔法 随着上课钟声响起 一位神情冰冷的风雨 美妇走进了教室 她的胳膊下夹着一捆树木枝条 手上抱着一本厚的像砖头的银制书册 不苟言笑的气质让人望而生畏 班上的学生顿时安静下来 都紧张地看着她 美妇将银侧碰的一声放到桌上 犀利的目光扫过室内 从今天起 我负责教授你们魔咒语 你们可以叫我教母 也可以叫我教授 随便你们怎么叫 忘了说 我叫尤多拉摩西 她将那捆枝条丢给了下面的学生 每人一根魔法棒往后传 这是用魔灵木制成的魔法棒 她将作为你们第一学年的魔法武器 听到是魔灵木 学生们顿时露出激动的神情 苏维好奇地看着手里的黑色枝条 这不就是普通的树枝吗 她甚至怀疑这就是从花园里捡回来的 好了 都安静 今天教你们火龙树的第一段咒语 火焰咒 都听好了 我念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 她张口吐出一串腔调怪异的阴姐 阿罗罗瓦西利西 学生们也跟着念一遍 半个小时后摩西教授满意的点头 现在拿起你们的魔法棒 开始练习魔咒 谁先放出火焰谁就能下课 能进这所学校的都是有魔法天赋的孩子 我相信你们都能成功 两三句话就让这群学生跟打了鸡血似的 心寸的满脸通红 苏维看着他们热血沸腾的念咒 尴尬的头皮发麻 羞耻 真的太羞耻了 每念一次还要用力甩一下树枝 她从八岁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重要 但现在她不念也不合群 于是只好举起棍子 硬着头皮加入他们 嘴里也跟着鸡里咕噜 念了近一个小时一点动静都没有 她嗓子都快淡冒烟了 其他人的声音也变得低沉嘶眼 大家脸上兴奋之色渐渐消了下去 苏维用余光看了看周围 开始悄悄活动两只脚 她举着小木棍面无表情地混在人群里 干张嘴不出声 只是她没发现 摩西教授从讲台上走了下来 正好走到她的身后 摩西发现这名学生嘴里好像没有声音 于是皱眉朝她走近了一步 苏维于光里看到她的出现下了一条 芒高举起木棍与素飞快地念出咒语 阿罗罗瓦西利西索 罗法拉哈阿罗利西索 突然一道明亮的火光一闪了过 苏维猛地抬头看去 但那火光灭得太快 空气里只剩下一缕飘散的白烟 可惜就差一点 摩西教授摇了摇头 从袖子里抽出一根银制雕花的魔杖 都看好了 我只示范一次 她举起拇指粗的魔杖 眼神变得专注锐利 火焰树 划落瞬间出现一团篮球大等火焰 熊熊燃烧着漂浮在半空中 苏维瞪大眼 整个人像被惊雷劈中 这个世界真的有魔法 缓了半分钟后苏维握紧魔法棒 再一次念出了咒语 火光又亮了起来 四周投来羡慕的目光 摩西教授也看了过来 能这么快领悟咒语 你的魔法天赋很不错 努力练习 你将来或许能成为一位魔导师 霍锋某国的爵位 他们甚至杀了人也不用坐牢 如果他真的能成为一位魔导师 冒充贵族这种罪名 对他来说根本够不成威胁 苏维又念了几遍咒语 随后收起了魔法棒 刚接触到魔力的魔法学徒 一天内不宜使用魔力过多 否则会导致体恤无力头脑刺痛 作为第一个成功释放出魔咒的人 苏维已经可以下课了 这时班里的其他学生开始急躁 有的人都快急哭了 摩西教授这才出来安慰 不用着急 叫加兰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 传说创世神取出他的心脏化为加兰 又洒下鲜血创造了人类 怕人类寒冷 他挖出左眼化为太阳 赐予了人类温暖的阳光 怕人类在黑夜里迷路 他又挖出右眼化为月亮 赐予人类矫急的月光 创世神陨落后 他的灵魂孕育出了许多心神 继续保佑着加兰心上的人类 书里还记录了一场2000年前的大战 据说是诸神的信仰之战 这场大战导致就人类的乐土被大火烧光 一夜之间变成了寸草不生的沙漠 那片沙漠便是如今的荒原废土 自那场大战后神明不再降时 人类则迁徙到了一块新的大陆上休养生息 这块新的大陆便是他们现在生活的西原 传说加兰心还有第三块大陆叫雾园 位于西原的北方 但北方的海面常年被农物所笼罩 至今没人成功穿越农物带 所以也没能证实雾园是不是真的存在 如果真的有雾园就好 等他哪天暴露了 还能逃到屋檐上狗命 苏维正想着 肚子突然发出几声咕噜叫 他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饿了 但想到食堂黏糊糊的浓汤和带血丝的烤肉 他的食欲又神奇的消下去了一点 还是去买点面包吧 又便宜又底饿 苏维摸了摸前代理仅剩的两枚银币 一枚银币可以换一百枚铜币 三枚铜币可以买一根坚硬的面包棍 五枚铜币可以买一块软面包 这样算来他还可以用很久 但这样天天啃面包的生活 他也不能一致持续 偶尔也需要去学院食堂露个面 点一份贵族学生最爱的嫩牛排 一份就值四十铜币 另外他的衣服也脏了 需要雇人清洗 早晚的热水也需要雇人送到房间 还有后天的马术客 他需要买一匹马 这日子真是太难熬了 巴顿再不来找他 他真的要暴露了 苏维一边想着是一边往校外走 经过学院广场时 突然一只乌鸦叼着宝石砸到了他怀里 啊 不好意思 没撞疼你吧 一名少年歉疚的快步走了过来 这是你的乌鸦 苏维将乌鸦递给少年 抓紧点 别又把他放跑了 是我的 少年把乌鸦接了回去 他是我的召唤兽 就喜欢这些闪闪亮亮的东西 老是偷我腰带上的宝石 被我发现就四处乱飞 实在抱歉这位小姐 不如这枚宝石就当作我对你的赔礼吧 少年说着就要取下乌鸦 闲在嘴里的宝石 苏维微笑着拒绝 不用了 他并没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一定要的 请你收下它 不然我会愧疚的睡不着觉的 苏维后退一步 真的不用 你的乌鸦很可爱 请你将宝石还给他吧 就当是我收了宝石又送给他 可以吗 少年犹豫了一下温柔的说 那好吧 善良的小姐 我叫凯尔罗塞蒂 是魔法召唤般的高级学徒 能告诉我你的方明吗 原来您是高级部的学长 我叫苏维 是初级魔法学徒 苏维略带歉意的欠了一下身 我还有是学长 露出深深的冷意 他捏紧手里的乌鸦 没用的东西 连块宝石都送不出去 真是可惜了 他泡了一上午的毒 乌鸦挣扎着叫了两声 翅膀用力地扑腾着 凯尔冷漠地看着他挣扎 过了十几秒才松开手指 去给查德传信 告诉他 那女人去了校外 必须在校外杀了他 苏维来到面包店 花式梅同币买了两块白面包 看着面包上几道黑乎乎的指引 他陷入了沉默 这个时代的卫生意识 真的令人堪忧 付完钱后 他拿着面包走出店铺 皱着眉撕掉了上面黑色的部分 左右没看到垃圾桶 他把撕下来的面包渣 放到了一条小狗旁边 突然一旁的小巷子里 窜出一道黑衣 跟扑上来的小狗撞到了一起 激烈地争抢着地上的碎面包渣 我的 是我的 居然是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 小孩抢到了大头 他将小狗按住 狼吞虎咽地舔着手掌上的面包渣 小狗受骨灵循 小孩一不蔽体 一时间竟分不出来谁更气惨 苏薇的心情一瞬间变得无比复杂 他走过去拿出一块面包 别舔了 给你 小孩浑身一抖 伏伏在地上两只眼睛恐惧地望着他 给你吃 拿着 苏薇直接把面包递到他的手上 小孩咽了一口口水 小心翼翼地接过面包 又看了他一眼 突然两只守护着面包一口塞进了自己嘴里 咽得直翻白眼 而那只小狗被放开后 一溜烟窜进了巷子里 在里面发出几声狂吠 苏薇拿出手里还剩的一块面包掰成两半 一半给了小男孩 一半拿在手里朝巷子里走去 别去 小男孩急得大喊出声 见苏薇看回来 他用力地摇头 不是 我不是想要面包 里面有坏人 苏薇立刻看向小巷子 耳朵动了动 听到里面传出一阵细微的金属碰撞声 别怕 那人已经走了 他摸了摸小男孩的头 缓步走到巷口处朝里面看去 巷子里有一滩鲜血 小狗躺在血泊中 苏薇快步走到小狗身旁 脖梗出有一道致命伤 他感到了一阵寒意 这一件恐怕原本是冲他来的 园主还得罪了什么人 竟然有人想取他的命 苏薇实在想不到会是谁 他伸手将小狗从血泊中抱了起来 抱歉 连累你了 小男孩忐忑地握着手指 我 我可以帮您埋了它 只要您给我三枚 不 一枚铜壁 我不打算埋了它 我打算烧了它 烧 男孩眼里露出骇人 因为埋了你们会把他刨出来吃掉 对吗 男孩低下头捏着拳头 苏薇弯下腰 今天你救了我 这或许会给你自己带来危险 你后悔吗 小男孩抬起头声音尖色 不后悔 苏薇心中了悟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孩子 而且也很聪明 你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有些紧张 我没有名字 你是孤儿 是 苏薇从前代理拿出买面包剩下的铜饼 一共九十枚拳给了他 从今天起 你叫罗曼 小男孩眼里亮起西迹的光 您要说我做您的仆人吗 不 我要把你培养成我的骑士 苏薇露出一抹令人心醉的微笑 不过在那之前 我要先给你一些考验 小男孩凭住呼吸 眼睛里却燃起了一团火焰 不管是什么考验 我一定会通过的 话别说得太早 我的第一个考验 就是要你活过这三天 三天后我才会来这里找你 这很简单 那个人可能会回来杀了你 因为你坏了他的事 我不怕 还有吗 见男孩如此执拗 苏薇好笑地说 有啊 我想雇一位厉害的保镖 你能给我找到吗 您说的是雇佣兵 他想了一会儿 我知道哪里有雇佣兵 我还知道一个很厉害的见识 叫特洛伊 我现在就可以带您去找他 小男孩将苏薇带到了一间民社外 信誓旦旦的说特洛伊就在里面 苏薇没有立刻进去 低头对着男孩说 你先走吧 三天后我会去找你的 小男孩仰起头 大大的眼睛里写满了认真 我是大人了 让我跟着保护你 苏薇没忍住笑了出来 用手指点了点他的额头 你才多大呀就成了大人 再不走 我就当你是想放弃完成我的考验 小男孩一听这话果然紧张起来 看了他两眼 明起唇闷着头就一转身跑了 男孩走后苏薇才上前敲响民社的门 三长三短 这是小男孩告诉他的开门暗号 门开后一股湿热的气浪瞬间扑到了他脸上 臭轰轰的空气中夹杂着劣质的酒精气息 还有男人身上的浓重汗臭味 里面的声音喧闹炸 原来是尖酒馆 苏薇就像一只小白兔误入了狼窝 有人看到他爆发出一阵狂笑 哪里来的娇小姐 不在家里暑假状等着嫁人 来这里干什么 怕不是来找他的情夫吧 哈哈 说吧 看上我们哪位兄弟了 一起伺候也不是不行啊 酒馆里的人哄堂大笑 嘴里说着婚话 一双双眼睛赤裸裸的盯着误入的少女 苏薇无视了这群人 面色平静的走到柜台前 你好打扰了 我来找特洛伊 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吗 柜台后坐着的胡子大叔打量着苏薇 眼里流露出一丝不明的意味 你找特洛伊 你知道特洛伊是什么人吗 苏薇面露微笑 一鸣见识 我来雇佣他 酒馆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安静了下来 那些醉汉用一种惊奇的眼光盯着柜台前的少女 他一点都不怕他们 高傲的像一位女王 还说要来找特洛伊 他知道特洛伊是谁吗 就敢来找他 大胡子脸上也露出看戏的笑容 伸手一指 特洛伊在那个角落 带面具的就是 苏薇朝他指的角落走去 角落里只坐着一个人 戴着半张铁面具 抬头喝酒时能看到冒檐下红如烈火般的卷发 苏薇脑海里出现一段记忆 身穿黑斗篷的男人出现在了城墙下方 他告诉奄奄一息的园主 如果想要改变这一切 就用你的灵魂向邪神陷阱 气消失 苏薇快步走到了这位神秘剑士的桌前 您好 剑士阁下 我要用多少枚金币才能雇佣到你呢 特洛伊放下酒碗 我不接受小女孩的雇佣 他拿起剑起身走向柜台 苏薇一把拉住他的斗篷 轻轻吐出一句话 像黑暗线上我的 停下 特洛伊的目光一瞬间变得格外凌凌 压低了嗓音怒斥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苏薇笑意盈盈地问 那你接受我的雇佣吗 特洛伊沉默 一天一枚金币 苏薇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 不需要你做什么危险的事 只需要保护我 特洛伊看他的眼神好像在看一个傻子 苏薇丝毫不介意他把自己当成冤大头 开始了自我介绍 我叫苏薇 是西瑞亚魔法学院的初级魔法学徒 最近似乎有人想要暗杀我 特洛伊带着苏薇来到了一片没人的树林 苏薇警惕地看向四周 来这里干什么 身形修长高大的剑士转过身摘了都冒 他眼睛里闪过一道寒光 右手缓缓握住剑柄 你胆子不是很大吗 谁让你来找我的 你想多了 没有人让我找你 我只是听说西瑞亚有一位很厉害的剑士叫特洛伊 恰好我需要一个保镖 所以才找上了你 苏薇点脚摘下了树上的几片五角红风 打算回去把它夹在树叶里 特洛伊看到少女一心扑在红色的树叶上 半点不在意自己的举动 心情有些郁闷 你不怕我吗 苏薇吝啬地分给了他两眼 又把目光放到树叶上 怕什么 特洛伊声音沙哑 我的头发是红色的 红得像血 我是恶魔的化身 身上沾满了数不清的罪孽 谁看到我都会倒霉 会被我的灵魂污染吞噬 苏薇收回手扭头看他 那你是恶魔吗 我杀了很多人 这跟你是不是恶魔化身没有关系 苏薇朝他走近 目光落到他鲜艳的红发上 你的头发很漂亮 像秋天的红风 也像冬天的火把 我看到他只会觉得温暖 苏薇知道头发颜色是由不同色素比例决定的 这跟生活的地理环境和遗传因素有关系 但苏薇没办法跟他解释什么是色素 只能从历史文化上剖析 我看过你们的历史 其他人都说红头发的人也蛮邪恶 那是因为你们才是这片大陆真正的主人 古西园的原住民大多都是红发 那时候红发才是血统纯正的表现 后来荒原人为了逃离废土 入侵了西园大陆 跟这里的原住民爆发了持久的战争 原住民刚烈 杀了他们很多人 因此被他们仇视并污名化 红发也就成了邪恶的象征 这只不过是多数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对少数人的一种迫害而已 如果连你自己都厌弃自己 岂不是刚好碎了他们的意 竟然是这样 特洛伊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大脑像被人重重地击打了两下 毛色顿开 他看着眼前的少女 忽然觉得他像一位思想深邃的智者 知道历史长河中流淌的故事 用智慧引导多罗的凡人走出迷障 怎么了 苏维见他一言不发还以为他抑郁了 好了 你也别太难过 实在不行 咱们还可以换个颜色吗 染发机了解一下 就很无语 特洛伊犹豫了一会朝他伸出手 先给前后办事 苏维嘴角抽了抽掏出一枚银币 特洛伊浑身一阵 不是说一天一枚金币吗 只因一头乌黑的红色 男人被视为不祥的恶魔化身 没人愿意花一个铜币雇佣他 可女孩却要给他每天一个金币 还说他的头发像冬天的火把 看到就会感觉温暖 不想连累少女 特洛伊拒绝了他的雇佣 没想到女孩竟说出特洛伊的秘密 威胁他接受自己的雇佣 被迫无奈的男人伸出手 先给前后办事 可女孩却掏出一枚银币 特洛伊浑身一阵 不是说一天一枚金币吗 苏维也很无奈 这是他最后的一枚银币了 暂时没有 以后不给你 特洛伊愤怒地看着他 苏维伸出手 但要不要 不要就还给我 特洛伊飞快地收起了银币 嘴上还骂骂咧咧 小诈的贵族 苏维毫不意外他会收下 小男孩说了特洛伊穷的要命 还爱喝酒 看到钱肯定愿意被他雇佣 因为除了他也没人会找他办事 哪怕他的剑术 可以单挑一成的雇佣兵 成功用一枚银币 顾到一位武力值超强的保镖 苏维心情好得不得了 特洛伊一脸凝重地 护送他回学院 打从小树林出来后 他就没效果 到了学院门口后 苏维盯住 我在校内不需要你保护 你平时可以在这条街上逛逛 街上有个小乞丐 看起来五六岁的样子 金眼睛蓝头发瘦瘦小小 你护着他扁 别让他被欺负 特洛伊越听这个描述越熟悉 你在说小老鼠 苏维失笑 原来他叫小老鼠 不过他现在改名了 叫罗曼 特洛伊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低下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夜里男生寝楼 烛光下凯尔一脸暴躁地问 所以呢 你今天又没杀得了他 查德羞愧难当 殿下 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 回想这一天来的遭遇 查德感到疲倦不堪 昨天晚上他往苏维房间里放魔猪 结果魔猪刚爬上床 今天中午他混进餐厅想要下读 结果苏维在图书馆看了一中午的书 根本没去用餐 下午他好不容易埋伏进小巷子 刚一拔出剑 就被杂物堆下的小乞丐看到 结果因为他左脚半右脚 让小乞丐逃了出去 现在那女人还雇了一位魔剑士保护自己 我更找不到机会下手 魔剑士 你没看错吧 凯尔激动地站起来 绝对没错 只不过那位魔剑士留着肮脏的心 凯尔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咸污 我说呢 光辉的魔剑士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继续问起苏薇 你刚刚说他把白面包的皮撕下来喂狗 自己只是柔软的面包饶 是的殿下 他甚至连面包饶也不想吃 把两块白面包都扔给了乞丐 凯尔震惊地下巴都要掉下去 难道我猜错了 他不是王杰找来的女巫 而是一位血统高贵的大贵族 白面包价格昂贵 从来都是贵族的食物 平民一般只吃加了敷皮的黑面包 可他不仅买了白面包 买来还要撕了皮才吃 甚至撕了皮又丢给乞丐 凯尔忽然拿不准苏薇的身份 之前他以为苏薇就是个有巫女血脉的平民 才敢让查德去暗杀他 半晌后他冷静下来下令 从明天起你给我盯着他 但不要动手 等我的命令知道了吗 是 殿下 扎德行碗里起身 看到凯尔纠结的样子 有些犹豫要不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他觉得苏薇就是一名女巫 因为贵族都很讨厌罪奴的后代 绝对不会不用他们来保护自己 贵族小姐更不会觉得一只恐怖的毒蜘蛛可爱 只有女巫才会这么变态 变态的苏薇饿了一整夜 早上起床恨不得把床下放着的羊皮靴都给啃了 好在他找到了原主藏起来的半包牛肉干 上午的课是练金术 班上很多同学对这门课都不太感兴趣 当谭普尔教授开始讲述枯燥乏味的金属性质时 大部分人都开始浑游添万 只有一小部分平民学生听得异常专注 因为练金术又脏又累 练金术士的地位也比其他职业卑微不少 但却是最赚钱的一门学问 苏薇也听得很认真 上一世他大学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这节课听起来很有亲切的 一节课上了四个小时 下课后苏薇慢悠悠地走出教室 打算去灵营道上蹲一位好心人 他要让好心人主动请他吃饭 苏薇掐着时间点出现在灵营道上 果然遇到了结伴出来的温妮和巴尔克 苏薇小姐 能在这里遇到您真是太好了 你要去餐厅用餐吗 苏薇点点头 我正要去 一起吗 真的吗 温妮脸颊发红 立刻弯腰行了个不伦不类的 我的荣幸 苏薇扶起她的胳膊 我们是朋友 不用行李 巴尔克也积极凑上来 尊贵的苏薇小姐热安 您今天的美貌就像太阳一样耀眼 苏薇捂着嘴笑了起来 谢谢你的夸赞巴尔克 来到餐厅温妮细声细气地问 苏薇小姐 您想吃什么呢 看到取餐台洒落的汤汁肉 自己的钱袋 不 巴尔克连忙摆手 请务必让我买单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说完就挤进了人堆里 没有给苏薇递出钱袋的机会 很快巴尔克就把牛排买回来 当饭菜放上桌的那一刻 苏薇屏住了呼吸 这时候的人还没掌握公牛阉割技术 就算是最嫩的牛排 也难免一股腥骚味 苏薇从腰包里拿出两把小刀 立把用来切肉 立把用来当叉子 他切了一小块放进嘴里 艰难地咽下去 然而他的动作 在温妮和巴尔克眼中十分优雅 再看周围用手抓肉吃的其他贵族 温妮悄悄对巴尔克说 我觉得苏薇小姐的身份一定非常尊贵 巴尔克用力点头 我也这样觉得 但这一餐他俩吃得不太好 温妮都没好意思舔完底 巴尔克也只能小口小口地喝黑肉骨 两人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沮丧 苏薇小姐虽然温柔善良 但以后还是不要和他一起用餐的好 吃完饭三人在餐厅门口到了别 苏薇打算去校外见一见特洛伊 只是他还没走出多远 又被维纳拦了下 见人 你是不是很得意 你伪装的确实很成功 但这也改不了你就是个贱民的事实 苏薇拧起眉 你又发什么疯 维纳面孔猙獰 我知道 你那样说只不过是心虚怕我揭穿你 等着吧苏薇 我已经写信给了叫庭的圣骑士 只要他们一来 立刻就能戳穿你的真面目 苏薇冷笑 好啊 那我等着 现在请你让开 好狗别等到 她在心里疑惑 维纳之前明明已经相信她是个贵族 为什么突然又冲出来说这种话 是谁又刺激了她 苏薇第一时间想到了阿希娜 阿希娜自持身份不屑于自己出手 从来都是挑唆其他人来对付她 以她的性格 这时候应该就在某个角落观察自己 苏薇似有所感看向餐厅二楼 果然看到了窗边站着的金发少女 阿希娜被她发现也不慌张 骄俏的脸上露出一抹淡笑 只是她的眼神冰冷鄙 银脸还夹杂着几分仇恨和忌惮 像是恨不得杀了她错补杨徽 苏薇满腹狐疑 只是抢了她看中的卧室 不至于这样恨自己吧 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阿希娜在不确定自己是平民的情况下 还一直给她找麻烦 维纳破口大骂半天 定睛一看苏薇竟然在走神 顿时气得面红脖子粗 那可是她想了整整两天才想出来的最恶毒的诅咒 贱人 你找打 维纳气红了眼 抬起手就想给苏薇一巴掌 苏薇回过神医把抓住她的手 够了 蠢货 她眼里闪过一抹杀意 维纳 我的脾气不好 也是会杀人的 你一个小小伯爵的女儿有几颗头够我看 我不理你只是因为不想 而不是因为我怕你 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她捏得维纳的望骨嘎吱响 直到维纳痛得求饶 苏薇才缓缓松开 长点脑子 别再被别人利用了 苏薇冷漠地看了她一眼转身走向校外 维纳哆嗦了一会儿 忽然看向二楼的窗边 她是性格冲动一怒 可她不是蠢得无可救药 经苏薇一提醒她也明白过来 阿希娜在利用她 苏薇一出校门 特洛伊就不知道从哪个鸡脚嘎拉走出来 看来这家伙一直在这附近等她呢 苏薇挑了挑眉刚想夸她有契约精神 特洛伊就向她伸出了手 金币 苏薇表情一秒消失 你昨天才值一枚银币 今天就涨价了 特洛伊没想到这人那么不要脸 是你自己说的一天一枚金币 苏薇瞥了她一眼 我觉得我给高了 你就值一枚银币 特洛伊愁出几下又伸手 也行 给我银币 没钱不给 特洛伊看向她腰间的钱袋 鼓鼓囊囊的分明就是有钱 她露出控诉的眼神 那你的钱袋里装的是什么 苏薇赶紧捂住了钱袋 笑死 里面装的都是石头 被她发下还得了 你等等 我换个东西给你 女人钱包里鼓鼓囊囊 却没钱给雇佣兵付工资 只赢她是个假冒的贵族 包里都是小石子 无奈下苏薇从袖子里 掏出三粒黑胡椒 特洛伊眼睛一亮 有胡椒你不早说 随后又责怪的看了她一眼 这么贵重的东西 怎么能随便放 万一掉了怎么办 苏薇穿越到类似 中世纪欧洲的西原大陆 在这里胡椒价比黄金 要即刻总共就发了五粒 她就拿了三粒出来 苏薇又从袖子里 掏出一只木罐 你能帮我看看 她有没有毒吗 特洛伊接过木罐 打开风口看了一眼 神情顿时严峻起来 这是炼狱魔珠的幼年体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苏薇耸了耸肩 我也不知道 前天晚上一觉醒来 她就趴在我的被子上 快告诉我她有没有毒 特洛伊趴得一身盖上盖子 这是剧毒魔物 苏薇面露可惜 那我岂不是只能放罐子里养着 不能拿出来摸摸她了 特洛伊太阳学跳了跳 我说了她有剧毒 苏薇叹了口气 你帮我查查她的来源 最好能查出来是谁放的 特洛伊硬了下来 苏薇又关心地问罗曼 没出什么事吧 她能出什么事 那小崽子鬼灵精得很 那就好 还有一件事 你去帮我找一种土 白色或灰白色 捏起来很有粘性 搓光滑后有种光泽感 是一种软质矿物 等等 特洛伊打断她 你说过我只需要保护你就行了 为什么又要让我做这么多事 苏薇眼睛一眉露出 资本家的丑恶嘴眼 还想不想要禁闭了 特洛伊闭上了嘴 好了去办事吧 我先回学校了 苏薇不敢在校外久待 待在外面总觉得会有人冒出来杀她 等等 又怎么了 苏薇以为她还对工作有意见 特洛伊缓缓握住剑柄 锐利的眼睛看向她身后 有人在跟踪你 说完就拔剑追出去了 秋风吹得苏薇后紧握凉嗖嗖 她赶紧揣着手跑回了学校 外面的世界真的太危险了 今天说啥也不出门了 没想到两个小时后 她就再一次踏出了校门 因为哈金斯商铺把样品做出来了 比她预计的还早一天 巴顿捧着一块小手帕一样的布片 赢了上来 苏薇小姐 您看看这布料怎么样 苏薇接过了那片胚布 颜色洁白触感柔软细腻 不错 是我要的布料 哈金斯先生让人拟定气书吧 巴顿搓了搓手脸上露出谄媚的笑 苏薇小姐 我有个事想问您 不知道您 请问吧哈金斯先生 苏薇放下胚布做出倾听的动作 巴顿吞吞吐吐 就是 我想问您 这个布料真的不能对外出售吗 他有预感 如果哈金斯商铺能大批量生产这样的布料并销售出去 他们家一定能成为伦科斯工果 不 是西元最大的布料商人 到时候会有数不清的金币进入他的口袋 财富名望唾手可得 巴顿热切地望着苏薇期待他的回复 哈金斯先生 苏薇眉心微醋 我记得我早就说过 这种布料只能供我一个人使用 你也答应了 巴顿羞愧的低下头 是的 您确实说过 当时说的是您给了买断假 所以才不允许我们卖给别人 可是如果我们不要买断假 免费给您提供衣服呢 巴顿的语气接近气球 只要您同意哈金斯商铺出售这种布料 您需要的所有衣服我都包了 不要您花一分钱 而且哈金斯商铺使用了您的秘方 肯定会付给您一个满意的价格 作为一名商人 巴顿深知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 可苏薇还是无动于衷 他一咬牙喊道 一个月一百金币如火 苏薇眼皮跳了跳 没想到巴顿竟然这么下得了本 他本来觉得一个月时间力就够了 见他眼底动容 巴顿知道有戏 于是继续加码 不仅如此 以后每卖出一件这样的羊绒衣物 我就给您利润中的三成价格 苏薇是真的心动了 甚至心脏跳得砰砰响 他抑制住兴奋平淡地说 可以 我同意了哈金斯先生 你真是个大方的商人 巴顿激动得有些呼吸粗重 弹下来了 我真的弹下来了 这天下就没有我巴顿哈金斯 谈不下的声音 随即趁热打铁 那么苏薇小姐 我们赶紧你订气书吧 苏薇点头 好 签下气书后苏薇笑意奄然 哈金斯先生 你的慷慨和果断让我敬佩 所以我决定送你一些礼物 巴顿兴高采烈地问 哦 尊贵的小姐 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呢 苏薇矜持地抬着下巴 你是布料商人 那我就送你几个 与布料有关的秘方吧 一些布料染色的方子 还有一份仿杀机 和提花机的设计图 明天我会让人送到你的店里 巴顿欣喜若狂 差点没忍住从凳子上跳起来 从哈金斯商铺离开时 苏薇拿到了他来到 这个世界的第一笔收入 一百美金币 约等于现实世界的一百万人民币 足够维持一个男爵家小姐的生活水平 但因为他中午才向维那放了狠话 暗示自己的地位比他高得多 所以他的生活标准 还得往上提一提 最低最低也得是 某个封疆侯爵小姐的水平 真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苏薇这时候才觉得头痛 撒下一个谎 就要用一个更大的谎来圆 他在死刑的路上真是越走越远了 但是现在后悔也无用 以后还是多赚点钱吧 这样讨起命来成功几率也大一点 要是富可低谱 说不定还能拿钱买一条命 当天晚上苏薇枕着一百金币 美美的睡上一觉 在梦里这一百金币前生前再生前 很快就堆积成了一座金山 差点把它淹没 可惜的是梦中就是要醒的 清晨一到敲门声响起 苏薇艰难的爬起床过去开了门 敲门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哑婆婆 专门负责给这一层楼的贵族小姐们送热水 昨晚她去水房蓄了半年的送水费 以后每天早上都有人把热水送进房间了 洗漱完后时间已接近七点半 苏薇出了门前往初级部的占星树教室 在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魔法后 占星树在她心里的神秘程度直线上升 已经被她开除出了物理学的学籍 可她没想到 别人抽到的道具不是水晶球 就是塔罗派 她却抽到一个乌龟壳 明明是个空盒子 但没打开一次里面都会出现一个物品 有些人会开到水晶球 也有些人会开到塔罗派 原来这只盒子是占星树教授托败厄斯的道具 壳底镶嵌了一颗珍稀的魔法石 壳身上绘制了空间魔纹和召唤魔纹 空间魔纹用来存储她制作的教具 当魔法石测出学生的天赋方向后 召唤魔纹会发出水晶球或者塔罗派 可女孩却开出一个绿油油的乌龟壳 哪来的乌龟壳 托败勒斯教授第一反应是怀疑召唤魔纹出了问题 她关上盒盖 检查到魔纹纹路确实有些暗淡 大概是魔纹有些松动 听到这个结果苏维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一点 只要问题不是出在她身上就好 托败勒斯教授重新点亮了魔纹 好了 你再试一次 好的教授 苏维重新打开盖子 心头顿时一个 龟壳上流转着悠悠的绿光 例如她现在发绿的脸色 托败勒斯教授也沉默了 她看了一眼谈慕虎 又看了一眼这个倒霉的学生 最后让她后面那个学生上前试试 苏维不太情愿地让开 身后的男同学紧张地上前 生怕自己也跟她出现一样的问题 幸运之神保佑 她念叨着打开盒子 里面出现了一摞塔罗牌 哦 我是塔罗牌 这下托败勒斯教授看苏维的眼神不对劲 看来不是盒子的问题 她意味深长地拿起旁边的乌龟壳 或许这是神的旨意 你就用这个吧 苏维将着脸伸手接下了乌龟壳 班上的人忍不住报笑起来 哈哈哈哈 她要用乌龟壳占卜吗 怎么用 把头钻进去吗 苏维面无表情地回到座位 对四周投来的细血目光炙若网 她看向手里的龟壳 脑海里闪过无数条猜测 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是有人坐了手脚想看她出丑 还是因为她的运气实在太差 托败勒斯教授应该不屑于 欺负一个弱小的学生 那么问题很可能出在她自己身上 那个盒子是根据什么机智掉落的物品 是开启盒子的人的愿望 还是他们身上的某些特点 苏维心里盈盈有了答案 她跟其他学生最大的不同 就是她是从别的世界穿来的 孕育她长大的文明是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中最古老的预言方式是甲骨不是 很可能在提到占卜的时候 她的潜意识里想起的是龟姐 所以盒子里就出现了乌龟壳 想到这苏维看乌龟壳的眼神都温柔了许多 乌龟好啊 乌龟象征长寿 肯定能让她活得更久 至于周围那些人的笑声 笑就笑吧 她又管不住别人的嘴 笑完了吗 托败勒斯教授幽灵一样的声音 跳过教室上空 学生们面色一紧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 托败勒斯可不仅是学校的占星术教授 她还被多个王国策封女爵 是神殿唯一的女性大主教 强大神秘的气场让所有人都乖乖听话 随后她开始讲行星的位置 运行轨迹 以及所代表的事务 这些内容讲了两个小时才开始试操 现在把你们的手放在自己的道具上 闭上眼睛开始冥想 你们走进了黑夜 眼前一片黑暗 往前走 没有风声 没有阻碍 也没有尽头 这是你们的精神世界 让自己停下 放轻松 慢慢抬起头 黑暗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亮了起来 盯着她 追随她的踪迹 苏微紧闭着眼睛 黑漆漆的空间里好像真的亮起了一点光源 一闪一闪的往上升 像是一颗起明星 当她意识到那是星星时 整片天空都亮了起来 漫天星宿罗列在各自的方位上 还原了教室墙上的星土 繁星闪烁散发着清冷的光辉 苏微沉醉地看着星土 仿佛遨游在宇宙之中 星云环绕在她身侧 周天星河从她脚下流淌而过 恍如一个璀璨归丽的梦 斗转星移天河倒转 她窥见了星轨的痕迹 像是宿命般的相遇 重叠 继而又分离 循环 星轨的运行越来越快 到了一个灵界点后 天体的形状突然消失 天幕中只剩一条条金色的线 它们交织缠绕飞速旋转 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星轨魔雪 搅动着宇宙四方 苏微感到一阵眩晕 旋转的星盘仿佛变成了 神秘幽深的黑洞漩涡 红吸着整个宇宙 恐怖的犀利似乎也要将它吞噬进去 眩晕感越来越重 她想闭上眼睛 耳朵里却突然想起尖锐的耳鸣 空间塌陷了 诗众感骤然袭来 在落下去的一瞬间 她猛地睁开眼 教室里的人影晃来晃去 去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 她才发现是自己眼睛里出现了重影 其他人都还在冥想 托贝勒斯教授也在用轻缓的声音讲课 看他们的样子似乎冥想很轻松 自己却这么快就坚持不住 难道她的天赋很差 苏微疑惑了几秒又闭上了眼睛 可惜注意力怎么都不能集中 她也进不去精神世界了 她只能闭着眼睛假装冥想 一边听托贝勒斯教授讲课 一边在脑海里画星图的轨迹 占星术分为两个方向 一是择识 二是决意 择识指的是选择恰当的天使 可以用来预测气象确定及时 决意则是只解决人们的疑惑 回答他们想知道的问题 现在我将教给你们这两种 占星术的具体操作方法 托贝勒斯教授拿起一个水晶球 闭目感受了一会儿 嘴里发出低雅神秘的声音 择识者拿起你们的水晶球 用你们体内的能量将它灌满 集中注意力冥想 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星象 你的意识里出现了什么 当你看到的星象足够清晰时 它会投射到水晶球上 睁开眼水晶球会指引你的选择 拿到水晶球的十几人 陆陆续续睁开眼 丁卓手里的道具 眼里写满了迷茫 什么也没看到 这个结果让他们感到十分挫败 初学者对星象的掌握不熟练 精神世界也不够强大 不用担心 慢慢练习会好起来 苏维也悄悄睁开了眼 他看着手里的龟壳 觉得这个方法他可能不太适合 脑子里想得在丰富 睁眼看到的也只是一块绿油油的龟背 什么想象都没了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乌龟 贝壳怎么这样捋 他的思维开始向奇怪的方向发散 接着托拜厄斯教授又开始讲塔罗牌 学医者 你们的主要目的是解牌 通过冥想清空自己的杂念 确保不会被外在事物干扰 开始洗牌 想想你要问的问题 越详细越好 然后开始抽去塔罗牌 摆好牌阵 开始解牌 根据塔罗牌呈现的星宫和图案 给出问题的答案 注意 答案正确与否需要你们自己去判断 苏维盯着乌龟壳 想要从上面看出星宫和图案 可惜眼睛都看痛了 也没看到哪里不一样 第二个方法也宣道失败 那他这乌龟壳要怎么用 丢几个铜钱进去摇一摇吗 可是这里没有铜钱 不知道用钱代理的铜币代替行不行 苏维认真思考了一下觉得不行 就算能用铜币代替铜钱 他也不会解怪 苏维仰天长叹了一声 看来自己是真的跟神贡无缘 这门课只有放弃了 也不知道期末考试要是不及格 他会不会被退学 苏维忧郁地离开了教室 占星术他是学不会了 但明天的马术课还得好好准备准备 首先他要出去买一匹马 兜里有了钱 苏维见到特洛伊十倍都挺了三分 他直接掏出一枚金币 放到了特洛伊手中 给你今天的钱 金币 特洛伊吃惊地看着他 像是在问他为什么突然大放起来 过了两天还被他贬低过一顿 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吃一个金币 不要就还我 要 特洛伊飞快地收起了金币 还要转身背对着他放进钱袋里 罗维无语 这句话还真是百事百灵 昨天跟踪我的人你追到了吗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 特洛伊转过来一脸严肃 那个人跑进了你们学院一直没出来 罗维也皱起了眉 难道是我们学院的人 所以他猜错了 不是学院外的人要杀他 而是学院里的人要杀他 你看清他长什么样了吗 没看清 但他腰间配着剑 身法也很不错 可能是一名剑士 你说了都没说一样 特洛伊不搭理他继续说 他的速度很快 外袍上刻了风之魔纹和隐秘魔纹 握剑的方式很独特 应该是某国的骑士 罗维的心一点一点沉下来 如果他没有记错 学院是不准贵族学生代仆从静校的 这名骑士又是从哪冒出来的 而且他之前从温妮那里得知 学院底下刻有魔法阵 外人不能进入 所以这名骑士在学校里还有别的身份 要么是老师 要么就是学生 罗维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毕竟学生最快三年就能结役 老师却要一直任教 这名骑士应该是某个贵族少爷或小姐的陪赌 维纳可以排除 他昨天才说要请教廷的圣骑士来揭穿他的真面目 如果那个骑士是他的人 又何必多此一举 阿希娜也可以排除 他派去查自己的人还没回来 没理由现在就要杀他 可是这两个人都排除掉 他就没有可怀疑的人了呀 罗维略显烦躁地抬起头 特洛伊 那只魔猪的来历你查到了吗 特洛伊阴阳怪气 我是见识又不是侦探 而且你当初说了 我只需要保护你 打住打住 罗维打断他的抱怨 调整了一下心情 算了 我本来也没指望你查到 我今天出来还有别的事情 走吧陪我去挑一匹马 再去买房 特洛伊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逛了一下午 罗维的钱包也扁了一半 他买了一匹漂亮的早红马 又在学院附近挑了一座清静的小院 最后还雇了一个女仆 一共花掉三十七枚金币 以后你就住二楼东边的那间房 要吃什么就跟贝拉说 让他给你做 贝拉是女仆的名字 今年十七岁父母双亡 之前在姨母家讨生活 也是个可怜人 罗维唏嘘了一声 余光却看到特洛伊停了下来 怎么了 他心里一跳 以为又有人跟踪他 特洛伊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盯着苏微 嗓音也有些沙哑 你要让我搬进去住 干嘛又用那种眼神看我 你如果不想搬进去那就不搬呗 我是怕你没有住的地方 特洛伊垂下眼睛嗓子更哑了 我没有住的地方 之前都睡酒馆 谢谢 他眼中泛起了零零波光 一种奇怪的氛围蔓延 完了 他好像误会了什么 苏微咳嗽了两声看向院外 趁着天还没黑 我们再去接个人吧 两人在学院旁边 没有发现小男孩的踪迹 奇怪 人呢 苏微用疑惑的眼神询问特洛伊 特洛伊脸黑了 是你让我陪你去买房的 他又没有分身 还能一边买房一边看孩子不成 我以为你知道他现在住哪里 两人继续找到太阳快落山 苏微遗憾的说 我们走吧 估计是等不到了 或许小男孩拿着钱跑路了 又或许他找到了更好的归宿 你们在找我吗 突然一道同志的声音从他们背后响起 苏微猛然回头 看到围墙的裂缝边站着一个瘦弱男孩 小男孩紧紧攥着自己的袖口 仰起头紧张的看着他 单薄的身体在秋风中动的瑟瑟发抖 苏微笑了 笑得比天边的夕阳还要灿烂 是啊 我来接我的小骑士回家 小男孩抬脚蹬蹬蹬朝他奔了过来 苏微张开手 以为他会扑到自己身上 但他在三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坠坠不安地问 今天才第二天 我的考验也通过了吗 苏微这才明白他在害怕什么 他居膝蹲下平视着男孩的眼睛 脸上露出神圣而威严的神情 当然 你的表现很出色 所以你的考验提前结束 小男孩极快地抿了一下唇 但还是没有遏制住嘴角的上扬 这让他有几分懊悔 觉得破坏了自己深沉可靠的形象 小孩子的表情都写在脸上 苏微忍不住想笑 怕自己真的笑出来 他赶紧朝他伸出了手 过来吧 我牵着你走 他注意到他的小手一直在打仗 应该是快冻僵了 没想到小男孩却后退了一步 尊贵的女士这鱼里不合 我不能破坏您的情欲 苏微再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上前拉起他的小手 就像握住了一团冰块 毕名合格的下属 不会拒绝主人的要求 走吧 这位小骑士 小男孩也没忍住 紧敏的嘴唇咧到了耳朵根 傻傻地笑了起来 这时苏微发现特洛伊的脸色很臭 从刚才起就一直很臭 你这是怎么了 酒饮饭了吗 想喝酒就去喝呗 我又没拦你 怎么不说话 是生性不爱说话吗 特洛伊额头青睛直跳 终于忍无可忍 对 我要去喝酒 所以你最好现在就回学校 至于这只小崽子 我会拎着他回去的 苏微想了想 这样确实比较节省时间 而且天也黑了 回去太晚不好 那好吧 我先回学校 你把罗曼送回去 特洛伊轻点下巴 很高冷地表示了同意 苏微弯下腰对小男孩说 我在附近买了套房子 特洛伊会带你过去 我明天再出来看你 小男孩露出不舍的眼神 但还是懂事的点头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您不要担心 苏微放心地把他交给了特洛伊 特洛伊 你把他抱起来 他很冷 你用你的大斗篷给他挡一下风 罗曼抱紧叔叔的脖子 小心掉下去 当特洛伊听从命令 把小男孩抱起来的时候 两个人的脸都黑了 苏微像是没看见似的 步调经营地往学院门口走去 特洛伊跟了一段距离 目送他走进学校大门 再也看不见身影的时候 立刻把小男孩放了下来 小男孩也在挣扎 看不到苏微后直接跳了下去 两人分开的动作 简直是迫不及待 甚至目光相接时 眼里满满都是对对方的嫌弃 特洛伊激讽 走吧 走了狗屎运的小老鼠 臭酒鬼 我叫罗曼 而且你才是走狗屎运的那个人 是我先见到的小姐 没有我你根本遇不到他 特洛伊看了他一眼 冷横出声却也没反驳 他可是一名见识 跟一个小屁孩计较什么 毛都没长齐的家伙 月光下一大衣小之间 隔了四个人的距离 缓缓朝南边走去 西瑞亚魔法学院有自己的马场 就位于学院最东边的山脚下 学生的马术课就在这里上 上五十点苏微来到马场 在上马术课之前 他以为贵族和平民的区别 也就是前者的马见状点 后者的马受弱点 谁知道最大的区别 竟然是马的装扮 贵族人士喜欢给自己的爱马 定制各种各样的装备 把他们的马打扮得花里胡哨 就比如维纳的马 不仅戴上了雕花的黄铜马面奖 还披了一件 绣了家族文章的皮质马衣 相比于贵族学生的意气风发 平民学生就稍显局促了 学院提供的马质 配备了简单的马鞍和缰手 在一群珠光宝气的高头大马前 显得格外单调 苏微无比庆幸 自己昨天在商家的一通忽悠下 买了店里最贵的马衣 今天在一众贵族学生里 才不会显得那么突 第一节课的内容很简单 只要学会上马下马 并控制住马的前进方向就行了 苏微上一世骑过马 做这些动作很熟练 但这具身体是第一次骑 在马背上做久了 大腿内侧膜的有些刺痛 他控制着缰绳让枪红马的速度慢下来 一个人在赛道的外侧慢悠悠地晃着 突然一抹银色的身影朝他撞了过来 苏微瞳孔一缩 立马抓起了缰绳 马蹄飞扬在他身侧落下 阿西娜坐在高仰的马背上 神态巨傲地屁腻了他一眼 苏微在他勒紧缰绳的时候 就知道他不会撞上来 因此面色还算平静 阿西娜 你的方向错了 阿西娜眼里闪过一抹失望 居然没有吓到他 他以为对方至少会被他吓得滚落马背了 但他很快就露出一脸虚伪的笑 抱歉 我不小心拉反了缰绳 希望你是真的觉得抱歉 苏微看了他一眼 双腿一夹马腹跟他拉远的距离 阿西娜眼神一冷 加紧马腹追了上去 苏微 不如我们聊聊天 苏微目视前方 你想聊什么 阿西娜跟他并列 你见过圣骑士吗 圣骑士不会周游列国 但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离开教廷 去各地完成一些任务 比如接到某个贵族的委托 去净化占据了人类身体的恶魔灵魂 苏微心中一震 全身血液猛地加快了流动速度 心脏跳得飞快 阿西娜知道了 他怎么会知道自己不是原主 极度震惊下苏微反而镇定了下来 阿西娜不一定真的知道 他应该只是想用这个借口 教维纳把圣骑士骗过来 好揭穿他的真实身份 猜到阿西娜的用意 苏微的心又落了回去 净化恶魔 很有意思 可惜我没见到过 没关系 你很快就能见到了 维纳怀疑学院里藏有恶魔 他两天前就给教廷写了信 相信这块信已经送到了 苏微点头 谢谢你的告知 我很期待 那么我就先走一步了 阿西娜笑意加深 一甩马鞭冲了冲去 苏微之前并没有把维纳的威胁放在心上 可现在阿西娜又提到了那封信 就让他开始担心了 如果圣骑士只是来查探自己的身份 他还可以糊弄过去 但如果他们真的能检查一个人的灵魂 恐怕他到时候白口莫辩 只会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下课后苏微忧心忡忡地走去了餐厅 苏微小姐 温妮坐在饭桌上朝他招手 他和巴尔克到得早一点 已经吃上饭了 虽然上一次的聚餐不怎么美好 但受了苏微的影响 他们糟糕的用餐习惯改了很多 而且自己也觉得改了更好 苏微买了一份蔬菜沙拉坐在两人身边 吃饭的空隙 苏微跟两人聊起南方的教廷 听说教廷的圣骑士会净化恶魔 你们见过吗 温妮摇头 他都没听说过这些 巴尔克倒是知道一点 我听城里的银游诗人唱过 教廷有十二圣骑士 他们每个人都有魔剑式的修为和魔导师的法律 是双系法师 非常厉害 苏微饶有兴致地问 那你听说过他们怎么抓恶魔吗 据说他们有审判师和圣水 审判师可以审判人的灵魂 圣水可以进化恶魔 这个我也听说过 审判师可以让人忏悔自己的罪行 在他面前任何人都不能说我 只能说真话 小时候我奶奶经常拿一块石头假装审判师骗我 每次都把我骗了过去 巴尔克感同身受 是的 还有圣水 小时候我肚子痛去找神父 神父就给我喝圣水 后来我亲眼看到他就是从井里咬出来的水 话题上 苏微笑眯眯的听着 心里却不断地往下沉 沉重到他呼吸艰难 总觉得会有什么不好事发生 吃完饭后 他的右眼皮突然跳个不停 不妙的预感也越来越强烈 苏微借口不舒服回到了宿舍 卧室矮规上还放着他昨天拿回来的乌龟壳 鬼使神拆的他将手放到了乌龟壳上 下一秒眩晕感传来 他闭上了眼睛 黑暗中一点星光迅速升起 点亮了漫天星图 他正想用昨天的所学推测形象 天幕中忽然劈过一道闪电 只差一样纹路将天空分裂成了数块碎片 转眼间天穹倾塌天火降落 地下浮现出一块巨大的龟壳 仿佛被起了整个星图 大火星宿砸落在龟甲上 星图剧烈摇晃 龟甲军裂炸下 一条断纹自东南延伸向北 自角苏裂向斗秀 在看到断纹的一瞬间 苏微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几行字 角秀一星 东方七秀之首 为苍龙之脚 大胸 斗秀一星 南斗六星之一 为北方玄武之舌头 急声 苏微似乎明白了这道星象含义 他回答了他刚刚心里最急切的问题 侧今日急胸 问生路去处 星图缓缓消失 龟甲也沉了下去 苏微睁开眼睛 身形一晃差点摔倒在地上 大脑刺痛不已 仿佛抽干了他的所有精力 视力也模糊了好一阵 才慢慢变清晰 他扶着墙走到床边坐了下来 右手拿着龟壳思绪难辨 从占卜的结果来看 他现在的情况是大胸 已经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可他今天什么也没做 连校门都没出 胸像来自哪里 苏微又眼皮一跳 他突然想起 他的心慌感都是从听到圣骑士和审判事后才出现的 难道跟圣骑士有关 阿希娜说教廷今天就会收到维纳写的信 从送信到收信至少也要两天半的时间 就算圣骑士真的要过来 也应该要后天才到 为什么今日大胸 等等 他知道自己遗漏什么了 摩文课的麦克教授说过 这个世界有一种魔纹叫传送魔纹 可以连通两个地点实施远距离传送 如果圣骑士走的是传送法阵 他们根本用不了两天 糟了 苏微猛地站起身 抓起龟壳和柜子里的魔法棒 打开门冲了出去 占卜的结果是大胸 待在原地必死无疑 只有北方才有生路 他要从北方逃跑 女孩每天都要摸一摸乌龟壳 然后就会安心去上学 可今天他摸完后却夺门而逃 只因龟壳是他的占卜用具 根据占卜显示他今日大胸 而生路在北方 苏微飞快地跑到马场 他一想出城跑马散心 为由牵走了自己的门 然后从马场侧门出了学校一路急迟 来到昨天刚租下的小院 特洛伊呢 贝拉见到苏微十分惊讶 主人您没有碰到见识阁下吗 他很早就出门了 说要去学院门口等你 苏微暗暗懊恼 都怪他太急了 竟然忘了特洛伊一般 都是在校门外等他的 罗曼看到了院外的门 惶恐不安地跑过来 身后点的衣服 罗曼眼里进出水屋 不敢接他的钱 苏微叹了口气 孩子对情绪的感知最是敏感 他怕是察觉到了什么 他把金币放到罗曼手上 放心 我肯定会回来找你的 苏微在学院街的路边 找到了特洛伊 你怎么从那边过来 特洛伊一脸疑惑 没时间跟你细说 我要去一趟北方 你护送我 你现在就要走 别废话 快点 特洛伊大长腿轻松一跃 就跨坐在了马背上 江绳给我 苏微没跟他争 他的马术肯定不如特洛伊好 江绳落到特洛伊手里后 他立刻调转马头 朝着外面跑去 走哪条路 最近的路 特洛伊一言不发 驾着马便往北方跑 带着苏微一口气 跑出了城外 出了城 苏微一直紧绷的脸 终于放松了一点 没有刚才那么着急了 特洛伊这才开口 你要去北方哪里 苏微刚想说 当然是越北越好 突然反应过来 不能让特洛伊知道 自己是在逃命 至于北方哪里 星象也没有告诉他 明确的地址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先往北走走吧 我只是出来散散心 谁家好人散心那么着急的 特洛伊没有揭穿他的话 只是握紧了江绳加紧 马夫继续往前跑 又跑了两个多小时 早红马开始频繁地仰脖子 速度也慢了下来 不愿意再走 特洛伊见此提议 下去休息一会儿吧 马跑不动了 好 苏微就是在不愿意 马跑不动他也没办法 他们俩就这么一匹马 可别给累死了 特洛伊把马牵到了一条 长满青草的小河边 让他在这里补充点体力 他自己则去河里装水 别 苏微拦住他 我不喝生水 河里谁很脏你也别喝 特洛伊露出一副贵族小姐 就是麻烦的样子 不喝河水喝什么 这里又没葡萄酒 待会儿看看附近有没有村庄 我们去借地方烧点热水 特洛伊烦躁地抓了一把头发 苏微看向远处的树林 密密麻麻的松树长满的山坡 眼看就像毛茸茸的草台 树林上空盘旋着一群飞鸟 林间似乎弥漫着黑色的雾气 黑色 苏微扯了扯特洛伊的袖子 指向那片奇怪的黑雾 那是什么 特洛伊抬头看去 目光陡然一立 是邪恶的气息 有魔物出来了 苏微没想到自己逃个命 还能碰见魔物 这运气真是绝了 他在图书馆看过 有关于魔物的记载 这玩意儿走到哪传染到哪 还会吃人 我们快跑 他当机立断就要起身去牵马 特洛伊却刷的一声拔出了长剑 目光无畏地看向森林 你走吧 我要去杀了他 苏微快气死了 他一个人路都不认识怎么走 你一个见识怎么杀魔物 我们先走 等找到下一个村庄 就让村民去通知神殿或城主 他们会来处理魔物的 不行 不能给魔物壮大的时间 苏微服气地点头 行行行 你去你去 你别死在那里 特洛伊拿着剑大不流星 朝早红马走去 你干嘛 苏微看清他的目的 穿过来后第一次抱了粗口 你特洛伊还想骑走我的马 会还你的 特洛伊头也不回 走出了风潇潇吸一水寒的悲壮感 苏微在心里咆哮 你特么黄的鬼 到时候你连人带马死在那 他真的快气炸了 特洛伊还要把马也带走 他一个人留在这荒山野岭 又不认怒 眼看天就要黑了 他等着被狼咬死吗 你等等 我跟你一起去 哪怕是去送死 苏微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两人一起朝着黑雾弥漫的中心跑去 越靠近松树林给人的感觉就越不适 仿佛空气都变得粘腻了 闻起来一股腐烂的腥臭味 淡淡的黑雾被风吹散到树林边缘 那些草叶被雾气笼罩后 以极快的速度枯萎凋零 像是遭到了某种浓酸气体的腐蚀一样 特洛伊在树林外停下 我进去了 苏微扫了一眼阴森森的树林 心跳得像要蹦出来似的 我跟你一起去 他握紧拳头 一起去出了事还有个照应 特洛伊惊诧地看着他 你不是害怕 好歹你也保护了我这么多天 我总不能看着你死在这里 都没人收拾吧 特洛伊末地笑了 自信地说我不会死 一只魔物而已 我连魔兽巢都杀过 苏微撇了撇嘴 你就吹吧 特洛伊弯着眼睛满是笑意 他也不解释 迈步走进树林 你跟在我身后踩着我的脚印走 小心滑倒 苏微小鸡啄米式地点头 两人走了大带有一百多米 空气已经臭得发散了 苏微用手帕捂住鼻子 一时没看路撞到了特洛伊背上 怎么停下了 特洛伊站在前面一动不动 是沼泽魔物埃尔 他吃了人 苏微点起脚目光越过他的肩 看到了远处的景象 浓郁的快化作实质的黑雾中 一只巨大的怪物若隐若现 他溃烂的身体上 长满了乱糟糟的毛发 两只漆黑的眼眶中 燃烧着两团蓝色的火焰 嘴里顶出了两只长长的獠牙 他的上半身像一个巨人 腰部以下却变成了一团恶臭的淤泥 跟土地粘在一起 这只魔物至少有五米高 差不多等于两层楼 烂泥一样的嘴巴向四周咆哮着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也可能他发出的声音人类听不到 苏微担心地看向特洛伊 你真的有把握杀了他吗 相信我 特洛伊留下这句话 就蹭得像沼泽怪冲了过去 在离他只有七八米远的时候 他高高地跃了起来 手上的利剑反射出刺眼的荧光 苏微只看到两盏蓝色火焰灭了一盏 怪物扭动着庞大的身躯 愤怒地击打大地 山摇地洞晃得他都站不稳 短短几秒钟黑雾就浓了好几倍 天色突然暗了下来 林子里伸手不见五指 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耳朵里隐隐听到远处激烈的打斗声 在这黑暗里却让他无比心安 这至少证明特洛伊还活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久到他双腿都麻木了 一缕天光忽然照进了林子 苏微意识到什么 拔腿便往魔物出现的地方跑 一边跑一边呼喊特洛伊的名字 山谷里幽静无声 他的心紧紧地揪了起来 特洛伊你还活着吗 活着就指一声 没人回忆 他掏出袖子里的魔法棒 默念控火之后释放出了一团火苗 举着火冲进了浓重的黑雾里 魔物不见了 地上只有一大滩恶臭的淤泥 苏微眼尖地看到淤泥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他捡起一根树枝戳了戳 一只手突然伸了出来 他吓得后退一步 才发现那是特洛伊 特洛伊从淤泥滩里坐起来 抹了一把脸露出他标志性的铁面具 苏微忍不住说 不愧是你特洛伊 这时候了都不愿意把面具摘下来 话说你现在可真狼狈啊 特洛伊枪了两身壳出来一大团泥巴 出了点意外 但结局还是好的 苏微走进去把他扶起来 出了什么意外 特洛伊身体有些脱力 颤抖着站起来 被他吃下去的人还有几个活着 我就先把他们PO了出来 在哪里 应该就在这里面 等我休息一下掏一掏 苏微低头看向伸及膝盖的淤泥一阵无语 就算那几个人刚才还活着 再等会儿也应该被这淤泥给闷死了吧 哎 谁要他心力善良呢 苏微收好魔法棒 撸起袖子开始救人 特洛伊看到他的动作又惊讶了一次 似乎没有料到娇滴滴的贵族小姐 会干这么脏的活 明明他连清澈的河水都嫌弃不干净 真是个矛盾的人 特洛伊看了苏微一会儿 等力气恢复一点后 就立刻加入了救援 很快三个完整的人就被他们拖了出来 两男一女呼吸都很微弱 苏微让特洛伊把他们翻过去倒挡淤泥 免得被淤泥堵塞呼吸到窒息而死 他自己则拿起手帕细心地给他们清理口底 清理到那个女人的时候 他心里忽然生起一股熟悉感 不会是 他赶紧用手帕把这人的脸擦干净 不会认错 跟原主记忆里的脸一模一样 这就是那个资助他来西瑞亚上学的女骑士 女孩对着救命恩人狠狠亲了下去 可一分钟前他还想过杀死对方 苏微穿越到魔法世界 原主是个假冒贵族的渔民少女 一旦身份揭穿就会被绞死 而唯一知道他身份的 就是将他从海盗手里救下的女骑士 苏微也没想到 今天意外救下的陌生人 竟然正是那位女骑士 此时女骑士陷入昏迷 脉搏越来越弱 苏微内心挣扎 阴暗的心理在身体里叫嚣翻涌 如果他死了 下一秒他一把将手按在了女骑士的胸膛上 面无表情地做着心肺复苏 如果因为这样的原因 就放弃就一个原本帮助过他的人 那他跟那个令人憎恶的冷血男人 又有什么区别 做到差不多的时候 他便低下头捏住了女骑士的鼻子 特洛伊一转头就看见他在亲那个女人 瞳孔震惊不能接受 发出了一声震碎三观的怒吼 你 你干什么 我在救他 苏微抽空解释了一句 继续低头往女骑士嘴里吹起 重复了两三遍后 苏微动作一顿 对上了一双震惊的眼眸 你醒了 不要误会 我刚刚是在救你 女人很快反应过来 谢谢你救了我 我都以为我死定了 他感激地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 看了几秒忽然迟疑道 你是苏微 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才过去半个月 女人对这个容貌美丽的少女印象很深刻 他当时亲手写了一封推荐信 推荐对方去西瑞亚魔法学院上学 还给了他十枚金币作为路费 苏微大脑高速运转 被认出来了怎么办 是我 他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你怎么会遇到魔物 女骑士一脸悲痛 我本来是要去西瑞亚魔法学院的 路过这里时发现山里有魔物的气息 就想顺手把它解决掉 没想到这只魔物这么强大 把我们全都吃了 对了 你是怎么消灭它的 苏微让开身体露出后面的特洛伊 我可没有这样的本事 是我的护卫特洛伊干掉它的 也是它把你们从魔物的肚子里救了出来 你的护卫 女骑士眼睛微微睁大 似乎没想到它一个逃命的鱼女还有护卫 而且能杀死它的骑士团都打不过的魔物 女骑士看向特洛伊 目光落到她的面具上顿了顿 随后又吓一到了她的剑柄上 这一看就是一惊 她立刻认出来那是魔剑士才能用的魔法材料 低阶剑士根本承受不住那么强大的魔力运转 苏微不是说她是从渔村里逃出来的孤儿吗 她怎么会有一位魔剑士护卫 这一刻女骑士陷入了深深的疑惑 特洛伊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听着 当苏微说她是自己的护卫时 特洛伊也没什么反应 毕竟她拿了苏微的钱 现在也确实干着护卫的活 抱歉 特洛伊不善言谈 苏微看女骑士一直盯着特洛伊 怕她追问特洛伊的来历赶紧转移话题 地上还有两个活着的人或许是您的队友 你要看看吗 听到队友女骑士立即看向地上 激动地扑了上去 是他们 是罗伯特和文森 他们为了保护我才会受这么重的伤 她又看到四周的骸骨 眼里顿时勤满泪花 其他人都死了 苏微凝重地点了点头 女骑士深吸一口气 擦干了眼泪看向苏微 对不起 之前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告知你我的性命 重新介绍一下 我名利联罗塞蒂 是基诺科公国的大王女 今天和我的骑士团经过这里是不幸遇了呢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带我们去西瑞亚 罗塞蒂家族有恩必还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苏微微吃惊 原来您是一位公主 是的 之前遇到你 是我正在和骑士团秘密巡逻边境 渔村的位置刚好就在基诺科公国和特提亚公国的中间 属于被两方争执的地界 苏微眼里露出一丝了物 怪不得其他骑士都不敢喊她的名字 回过神来 苏微忙对立联道 您当初救了我 现在正是我报答您的时候 不用您说我也一定会帮你们的 立联脸上露出感动的神情 心里却有些奇怪 按照礼仪 她都爆出了自己的性命 苏微也该说出她的姓氏才对 为什么她却忽略了过去 现在立联已经不相信苏微是她自己说的那样 只是一个被海盗追杀逃出渔村的宫女了 她得知自己的身份时反应并不是很惊讶 跟自己说话也不卑不亢 就说明她还有别的身份 而且地位不低 其实当初她第一眼见到苏微 就觉得她的容貌不像是一个小渔村能养出来的 现在又发现她身边跟着一位魔剑士护卫 就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 或许苏微跟之前的太一样 因为某些原因选择了伪装自己 立联想到这里心中大定 她当初的选择果然没有错 苏微开始想办法带他们回城 两个骑士受了很重的内伤 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 他们的马也被魔物吃掉了 苏微只有一匹马 这里离西瑞亚城大概有六十多公里 走回去完全不现实 苏微看向特洛伊 特洛伊 你可以送他们回去吗 特洛伊自从听到立联王室公主的身份后 身上的气场就有些发冷 听到苏微问话她才把头转过来 可以 名下命令吧 苏微神色诧异 特洛伊这是怎么了 只是立联还在旁边她也不好询问 那你先把他们送去城中 特洛伊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好 她从灵口里拽出一根细声 上面挂着一只鼓哨 放到唇下轻轻吹响 哨声清脆悠扬穿透力很强 苏微还在好奇她吹哨子干什么 立联就拉着她激动地望向了天空 很快天上就飘来了一片黑影 失救 居然是失救 立联难以置信地捂着嘴 苏微好奇地看着天上 那片黑影越来越大 最后飞到了他们头顶 原来是一只长了巨大的 樱头尸身和大翅膀的怪物 这就是西方神话里的失救 好你个特洛伊 有这么拉风的交通工具 不拿出来用 还跟她两个人坐一匹马 跑这么远 苏微瞪了特洛伊一眼 后者感到莫名其妙 失救缓缓缓落到了特洛伊身旁 特洛伊抚摸着失救的颈毛 让她趴下来 然后把昏迷的骑士 拎到了失救的后背上 苏微对激动的立联道 公主殿下 请您坐上去吧 不用这么客气苏微 叫我立联就好 好的立联 她扶着立联爬上了失救的后背 几人坐好后 伴随着一声嘹亮的鼓哨声 失救张开巨大的翅膀 飞向了天空 失救飞得很快 苏微扯着嗓子大声问 立联 你要去西瑞亚魔法学院吗 立联抬起头为难地问 你知道哪里有可以落脚的地方吗 我想先休整休整 她现在满身都是淤泥 还带着一股恶臭 不想出现在那么多人面前 况且罗伯特和文森也需要静养 学院里没有他们住的地方 听到立联的回答 苏微反倒松了一口气 她现在也不想回学校 万一学院里真的来了圣骑士怎么办 那我先带你们去我在城中买下的小院 立联感激地点了点头 失救在这五人很快就飞回了西瑞亚 降落到院子里时 贝拉被吓地尖叫起来 苏微第一个跳下去安慰她 别怕别怕 这是特洛伊的坐骑 不会伤人的 罗曼从屋子里跑出来 看到她一脸惊喜 小姐 您回来了 苏微笑着回答 是啊 我答应过你的 所以就回来了 罗曼举着小手原地蹦了一下 嘴里发出兴奋的欢呼声 特洛伊看到这一幕眼神又柔和下来 立联从失救的翅膀上滑下来打量起这座小院 脸上露出些许哑然 这样精致又宽敞的院子价格恐怕不低 她更坚信苏微的来历不简单了 特洛伊把那两名骑士拎了下来放到地上 自己又坐上了失救的后背 苏微撇到了她的动作 特洛伊 你去哪 特洛伊一顿 我去接马 苏微就说自己好像忘了什么 这才想起天快黑了马儿在外面不安全 那你快去 特洛伊松了一口气 赶紧骑着试就跑了 她不喜欢王室的人 也不想跟他们有任何接触 苏微则回头吩咐贝拉 让她出去找两个身强力壮的帮拥回来 把那两个昏迷的骑士抬进房间 顺便买几身衣服 她和立联都是一身淤泥臭烘烘的 都快被烟成咸鱼干了 小小的罗曼主动帮忙烧水 很快他们就都洗上了热水澡 换上干净的衣服后苏微来到了客厅 立联比她洗得还快一点 已经坐在了客厅里等她 立联你怎么不在房间里休息会儿 立联确实很疲惫 但她还有一些问题想要问苏微 所以强称地走了出来 此时面对苏微她有些难以启齿 人家救了她 她还问这种有怀疑倾向的问题实在不该 但不问她又不放心 苏微看出了她的心思 立联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被你看出来了 真是抱歉 我确实有问题想问你 你是怎么知道那里有魔物的吗 生在王室里的人性格都比较多疑 今天的事情太巧她难免会多想 苏微坦诚地说 实不相瞒我本来不知道那里有魔物 只是中午我占卜时发现北方出现了异常 我一时好奇就带着特洛伊骑马跑出了城 后来我们齐累了在河边休息 才看到树林那边有黑雾 特洛伊说那是魔物的气息 我们这才知道树林里出现了魔物 就宁出来也是个巧合 特洛伊在击杀魔物的时候 意外发现她肚子里有东西在动 怀疑是里面的人还活着 就把她的肚子划破把你们放了出来 立联正惊讶她居然会占卜 又听苏微继续说 不过魔物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呢 那片树林那么普通 怎么会招来一只强大的沼泽魔物 要是有圣骑士在就好了 他们肯定知道魔物是怎么来的 立联叹气 圣骑士怎么会管这种小事 没有神域他们根本不会离开教体 是啊 可是神域又不长出 没有闹出大乱子根本惊动不了教体 立联苦笑 他们行事就是如此 总是喜欢在灾难发生后才出来拯救世界 要是我今天丧命于魔物之口 他们说不定会应父王的请求前来查探一番 然后给个魔棱两可的回答 苏微张着嘴露出惊异的表情 立联姐姐 原来你也讨厌娇 嘘 不要说这么明显的话 说完她又看着苏微笑了出来 看来我们王室都不太喜欢那样的行事作风 是的 苏微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 立联小小的打了个哈欠 苏微 我去睡觉了 今天谢谢你了 不用谢你快去休息吧 立联转过身 眼里露出一抹金光 她果然也是王室出身 只因一头尊贵的黑发 少女被国王的私生女视为眼中钉 苏微一直以为阿希娜只是单纯的坏 直到今天她才明白 原来阿希娜是在害怕她 晚上苏微回到学校宿舍时 在楼道中遇到了阿希娜 你居然没走 阿希娜很意外 苏微比她更意外 走 去哪里 我看到你去马场牵马 还以为你要逃跑吗 我为什么要逃跑 那你牵马干什么 面对阿希娜的咄咄逼人 苏微轻笑了一声 下午阳光正好 我只是去城外跑跑马而已 那么多人都出去了 你为什么独独盯上我一个人 苏微说完毫不必让地与阿希娜擦肩而过 你是叫苏微依西斯 还是别的什么姓氏 阿希娜的声音里透着一股阴寒 苏微脚步一顿 你从哪里得知的这个心 果然是你 阿希娜的目光像一条阴冷的毒蛇 我知道你的目的 但你最好死了这条心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听得懂 那些东西早就不属于你了 你最好不要受忘夺回什么 因为你肮脏的血脉不配 苏微勾着唇 唇有兴趣地盯着她 呵呵 有趣 听说一个人越缺什么 就越喜欢强调什么 阿希娜 你也是这样吗 阿希娜脸色一变 希望你能一直这么牙尖嘴壁下去 别到时候跪下来求我 她大步从苏微身边走过 留下一句话 早点认清自己的身份离开西瑞亚 别逼我出手 苏微保持微笑 那我拭目以待 回到寝室 苏微面色刷得沉了下去 她把阿希娜一直以来针对她的意图搞错 阿希娜并不是想揭穿她 她真正的目的是想让自己离开西瑞亚 阿希娜在忌惮她的出现 是什么原因呢 苏微可以确定原主并不认识阿希娜 跟她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在原主十几年的记忆里 她也一直待在渔村从没出过村子 在这种情况下 她怎么可能跟一个远方的贵族小姐产生矛盾 除非阿希娜认错了人 伊西斯 苏微默念了一遍这个信 总觉得有点熟悉 但又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 苏微干脆吹吸了油灯睡觉 累了一天她几乎是沾床就睡 睡眠质量好的惊远 当第二天被吵醒的时候 她还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荒诞感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想起 今天是她上学的第七天 上午要上剑术课 第一节剑术课学校给发的是木剑 教练教了一些基础剑法后 便让大家两两对练 跟苏微对练的女孩不出意外地给她发了张好人卡 苏微微笑着接受 她有心跟班上的平民交好 这一周来成效显著 班上的平民还是惧怕贵族 但看到她已经会主动打招呼 中午下课后苏微没去食堂吃饭 她来到校外找到特洛伊 特洛伊 你听过伊西斯这个姓吗 特洛伊眼眸微动 你见到了姓伊西斯的人 没有 就是听学校的同学提了一句 神神秘秘的有点好奇 特洛伊停了好几秒才缓缓开口 伊西斯是个很尊贵的姓 用这个姓式的人就代表 她是生命之神的后裔 因为生命女神的名字就叫伊西斯 苏微这才得知那种熟悉感从何而来 她上一世看过埃及神话 埃及神话里的生命与健康之神就是伊西斯 同时也是守护死者的神 那你见过姓伊西斯的人吗 没见过 但听说过 特洛伊抬头看向南方天空 伊西斯是从荒原传来的姓 在西原大陆上不多见 我只听说过一位 是亚特王国现任国王的前王后 贝基伊西斯 据说她是从荒原古国远嫁而来的一位公主 不过她已经去世多年了 苏微心里没来游的就痛了一下 怎么死的 听说是在跟人私奔的路上坠合而死 王后 跟人私奔 嗯 这位王后是个眼里柔布的沙子的人 她发现国王和她的侍女睡在了一起 一气之下就要离婚 但亚特国王并不同意 于是就和人私奔了 跟她私奔的那个人叫什么 这我怎么知道 那伊西斯王后的尸体被找回去了吗 我不知道 不过伊西斯王后死后没多久 亚特国王就把那名侍女立为新王后了 听说这位侍女长相非常美艳 当年差点被一个爵士老爷抢去做情妇 还是伊西斯王后救了她 苏微听完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好狗血的戏码好精彩的反转 更狗血的是 她发现自己可能跟这位伊西斯王后有点关系 15年前 年龄也对得上 原主不会是伊西斯王后的女儿吧 那位伊西斯王后长什么样 听说长得也很美 有一双比黑曜石还黑的眼睛 像一位高贵的女神 那个王后有孩子吗 特洛伊摇了摇头 没听说有 新王后倒是生了好几个 可惜都不太受宠 为什么 国王不是很爱她吗 没有遗传到王室的面貌特征 让国王有些不喜 什么特征 黑发 黑童 新王后是金发美人 她的孩子也是 听说亚特国王为了能生出黑发的继承员 已经开始考虑换一个王后了 苏维怀疑原主会不会是亚特国王的亲生女儿 那个新王后有女儿吗 多大 你问她女儿干什么 特洛伊越来越觉得奇怪 苏维叹气 因为我怀疑 我们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就是她的女儿 特洛伊瞳孔一缩 手不自觉地摸上了身侧的剑 苏维没察觉到她的异样 我觉得那个女同学在针对我 就因为我有一头黑色的头发 特洛伊僵硬的身体微微放松 只是右手还是搭在剑柄上 有可能只是极度 说完她停顿了一下似乎想到什么事情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会因为极度就想毁掉另一个人 苏维两只眼睛像碳灯一样照了过去 我不是在说我 是说有的人 特洛伊声音慌乱 就比如 比如你说的那个女同学 新王后最大的女儿跟你的年纪差不多大 或许就是她 她是在伊西斯王后还没离开的时候出生的 严格说算是国王的私生女 所以一直没被王室正式接纳 国王也不愿意承认她 因为这代表了她闹出的王室丑闻 只是把她放在宫中 暗公主的待遇养着 你见过这位公主 苏维突然问 特洛伊自嘲 我一个平民怎么可能见到他们 苏维呕了一声 我听你说的这么详细 还以为你去过亚特王宫呢 不是你让我详细说说的吗 我也没想到你真的知道啊 苏维吃瓜一样的看着她 特洛伊气得面部肌肉抽搐 酒馆里什么人都有 你去待一段时间会比我知道的更多 原来是这样 苏维失了兴趣 回到小院苏维在厨房 找到正在做饭的贝拉 询问历连三人 今天上午的用餐情况 贝拉怯怯地说 罗塞蒂小姐不太喜欢我做的饭菜 不过另外两位先生不怎么挑食 苏维看到了锅里剩下来的 炖鱼和架子上的面包片 确实做得很粗糙 她拿出三枚银币交给贝拉 你下午出去买一袋细面粉 鸡蛋和一桶牛奶 我教你怎么重新过筛 做更好吃的面包 再去买两个铁锅和三个桃罐 牛肉和鸡肉也多买一点回来 明天又要上药剂课 她的香料作业还没做 趁今天下午有空赶紧把它做了 调香她是不会 但配卤料她还能不会吗 对了 还有糖 再买点杏仁糖回来 想起来这个世界的糖很贵 苏维又给了贝拉两枚银币 手里捧着五枚银币的贝拉手都在颤抖 她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 贝拉担心地看着她的新主人 怎么办 好害怕主人会把家里的钱挥霍一空 到时候她只能跟着流落街头 怎么了 我打算去一趟西瑞亚魔法学院 本来我今天上午就该去报道的 没想到拖到现在 苏维眼神迷惑 原来你也是魔法学院的学生 力连忍俊不惊 我可不是学生 我是学校的老师 苏维书弟瞪大眼 你是老师 力连看上去只比他大三四岁 不像吗 力连捂着嘴笑的眼睛弯弯 我是学院新聘请的魔药课老师 因为巡视边防才晚报到了几天 魔药课 是要记学吗 是要记学的升级课程 终极魔药制作 等你成为终极魔法学徒后会见到我的 苏维还是觉得震惊 力连的马甲可真多呀 比他还多 当他以为他是一名骑士的时候 他告诉自己他是一名公主 当他知道他是一名公主后 他又说自己是学校的老师 难怪他能给原主写推荐信 老师手里有内推名额 想起这件事 苏维又觉得有些疑惑 力连 老师 你当初为什么推荐我来西瑞亚呢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你身上有魔力波动 我想你的魔法天赋应该不错 就推荐了你来这里就赌 苏维再一次向力连道谢 谢谢他当初救了原主 力连看得很通透 谢什么 我救的是我自己 要不是你我早就成魔物的附中餐了 他告别苏维急匆匆地出了门 苏维按道糟糕 他竟然没有准备马车 真正的贵族小姐出门 怎么能不坐马车呢 苏维为自己默哀 好不容易伪装出来的富婆气质 在这一刻终于散得一干二净 力连去了学校一打听 不就又怀疑上他了吗 正当他心如死灰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门外咕噜噜的车轮声 一辆贵族马车至少是金币 可期待男孩却用不到两金币就搞定了 罗曼先找到认识的大叔 提出买一匹三岁的小马给贵族小姐拉车 苏维小姐平时都在魔法学院不常出行 拉车的马儿也不会累 如果把马半价卖给我 我就给他吃最好的草料喂上三年 三年后小姐要离开西瑞亚 我就把马原价卖给你 还能帮忙训马 马儿五岁以后才是黄金年龄 这样你就相当于一分钱不花养 大了一匹壮马 老板同意了 只收了他一个金币 罗曼又让马老板介绍了卖马车的商人 他告诉商人自己要给贵族小姐买马车 如果你把马车便宜卖给我 我就帮你宣传 说贵族都在你家买马车 卖马车的商人也同意了 只收了他九十银币 当苏维知道突然出现的马车是罗曼买的 就已经很震惊了 听完他买的过程 更是目瞪口呆 但他还有一个问题 我昨天只给了你两枚金币 还要捡去买衣服的八十铜饼 就只剩二十铜饼 你怎么顾到的马夫 汤姆不是马夫 他也是孤儿 他经常在马车行那边乞讨 知道怎么干嘛 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给您当马夫 我每天都把我的饭给他分一半 他就同意了 然后我把我之前穿的麻布衣服给他 带他去洗了早剪的头发 还让他试了试赶马车 他赶得很好 说到这里 罗曼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沮丧 我本来是想给您做的 没想到那位小姐也要用车 苏维已经被他震撼的说不出话 自己只是捡到了一个天才儿童了 罗曼 你今天帮了我一个大忙 你做得很好 罗塞蒂小姐是我的客人 如果他出行没有马车 丢的就是我的脸面 罗曼一听也高兴起来 真的吗小姐 我真的帮到您了吗 当然 苏维肯定的点头 不过你是怎么想到买马车的 罗曼羞涩的说 昨天中午看您从马背上下来手都勒红了 我觉得您一直骑马肯定很难受 就想给您买一辆马车 苏维又是感动又是心疼 可算知道有一个贴心小棉袄是什么感觉了 既然罗曼这么聪明 教育也得提上日程了 聪明的孩子就应该上学 让他体会学习的苦 苏维下定决心要给罗曼找个好老师 不 一个不够 他得找七八个 文学数学射件绘画音乐 其实要学的都给他安排上 其实不学的他给他开小灶 他养的孩子就要得知体美劳全面发展 苏维看着罗曼毛茸茸的头顶 心中热血澎湃 好像突然化身成了一个狠心鸡娃的家长 罗曼后脖子一凉 小小的脸上大大的迷茫 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这里阴风阵阵呢 没过多久汤姆送人回来了 苏维看他年龄虽小 赶马的动作却很熟练 便把他叫到院子 你叫汤姆是吗 汤姆站在那里畏畏缩缩 身体害怕的发着抖 别害怕 我问你答就行 苏维看不得小孩子这样 汤姆让他想到了第一天的罗曼 是 是的 我叫汤姆 汤姆惶恐地低下头 苏维放轻了声音 你今年多少岁了 16 16岁 汤姆说谎了 他其实才11岁 但他害怕苏维会因为他年纪小就不要他 就像马车行的老板把他赶出来那样 11岁的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他吃得又多 可身体瘦弱又干不了重务 老板们都不要他 看到汤姆低垂的脑袋和颤抖的双头 苏维没有再问下去 这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罗曼强大 施长罗曼几年 也遭受了更多的世道不公 需要循序渐进的改变 汤姆 你是罗曼招过来的人 他既然看中你 那你一定有过人之处 以后你就住院子偏门的那间房 厨房每天提供给你两顿饭 另外给你每天20桶币的薪水 你愿意吗 汤姆刷得一下抬起头 又飞快地低下去 声音里流露出激动和狂喜 我愿意 我愿意的小姐 他不停地拘着躬 向苏维表达他的感谢 一天20桶币 还包吃包住 马车行的马夫们 一天都只有50桶币 还不提供食宿 18岁以下的马夫学徒 甚至都没有钱 他们有时候还得交钱 汤姆感觉自己 被天大的一个馅饼砸中了头 整个人都晕晕乎乎 像醉了酒一样 罗曼说的没错 这真是一位 最最最善良美丽的贵族小姐 汤姆不敢看苏维 就感激地看向罗曼 罗曼接到他的眼神 高高地仰起了下巴 有了马夫跑腿的人就有了 苏维之前 一直把特洛伊当跑腿用 想想还有点对不起他 特洛伊来历成迷 不仅见术不凡 还有一头拉风的诗就做起 连丽莲公主都对他高看两眼 这样的大人物 他对人家忽莱赫去着实不应待 想到丽莲苏维又问汤姆 罗塞蒂小姐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汤姆摇头 回小姐 没有 苏维想了想吩咐 那你待会儿去学院门口等着 如果罗塞蒂小姐出来 你就请他上车 汤姆得了他的吩咐 欢快地跑去了偏门 他就喜欢跟马尔打交道 罗曼也跑回了花坛边 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拔草 他拔的是花坛里的杂草 苏维一开始还以为 他是在维护花园 现在才知道他是想拔草味吗 罗曼 过来 罗曼立刻放下草跑了过来 沾满泥巴的小手 在裤子上擦了擦 又抹了一把快要掉出来的鼻涕 苏维看到这一幕 深感他的教育任重道远 小姐 怎么了 罗曼仰着头乖乖地望着他 苏维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心 最后他拿出自己的手帕 给他擦了擦脸 罗曼 我把马尔的草料钱给你 以后汤姆就是你的小弟了 你帮我管着他好吗 没有男人听到小弟不激动 罗曼当即就笑出了一双月牙眼 好 苏维把手帕给了他 当大哥的人得有大哥风范哦 以后你要以身作则 让汤姆变成一个爱干净 礼仪周全的好马夫 罗曼双手捧着手帕 我一定会的 苏维成功送出沾了鼻涕的手帕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他上了二楼 回到给自己留的那间卧室 二楼目前只住了三个人 分别是他 丽莲 还有特洛伊 丽莲和特洛伊都不在 正好亲近 他想再试一次占卜 看看昨天的占卜是意外 还是他真的拥有了这项能力 苏维拿出龟壳放在手心 闭上眼 深邃的夜空里星壳流转 星图在线 苏维望着转动的金色星轨 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我是亚特国王的女儿吗 这一次龟壳没有军裂 但天上的星象 还是给出了一些提示 苏维观测完天上的星象 眉间促起 居然不是 难道我猜错了 原主不是伊西斯王后 和国王的女儿 而是他和那个 带他私奔的人生的 苏维重新探向星图 我是贝基伊西斯王后的女儿吗 星象再一次给出了答案 不是 苏维望着星象 这一次是真惊讶了 所以他并不是亚特国王 或者伊西斯王后的血妹 就是个父母双亡的渔民孤儿 好吗 自己狗血剧真是看多了 竟然会以为自己是女主 既然我不是亚特国王的女儿 那就说明阿希娜认错了人 自己的某些行为和相貌 让他误会了 要跟他解释清楚吗 苏维觉得不用 送上门的马甲 他哪有不穿的道理 阿希娜昨晚问 他是不是姓伊西斯的时候 他可是故意那样回答的 就是想让对方误会 更何况他也没法和阿希娜解释 总不能把自己 是平民的真相 和盘托出吧 本来就得罪了他们 暴露了死得更快 苏维从精神世界里退出 今天看完星图 她头晕目眩的症状 居然减轻了一些 看来决一瞻不比预测 要轻松得多 半个小时后 贝拉带着满满当当的 一车食材回来 一切准备就绪 苏维穿上干净的围裙 跟贝拉一起走进了厨房 她要教贝拉做蛋糕 还得准备明天要祭课的作业 男人只是头疼 医生就往他脑袋里打铁钉 孕妇难产 医生就用鞭子抽他 只因这是个医学落后的时代 由于过于信奉宗教 人们认为生病的人本身就有罪 不应该寻求治疗 而应该向神忏悔 得病受伤靠自己还有可能活 找了医生只会死得更快 除非能弄到治愈药剂 但治愈药剂是高级魔药 价值千斤且有价无事 傍晚十分历廉回来了 她手里拿着一个木盒 匆匆走进了两位骑士的房间 罗伯特 文森 醒一醒 两名骑士晕晕晨沉沉地醒来 身体发着高热脏腹疼痛男人 却还是强撑地爬起来给他行李 殿下 别动 快躺下 力连把他们按下去 你们伤得很重无序行李 他从木盒里面取出两个水晶瓶 这是我从院长那里求来的治愈药剂 你们一人一瓶 快喝吧 两名骑士感动得热泪盈眶 殿下 属下无能 怎能配您如此垂青 力连不赞同地说 骑士的忠诚是无价的 你们是我最信任的人 又是为了保护我才受的伤 我也不能辜负你们的忠诚 快喝下药剂吧 我勇猛的骑士们 我不能失去你们的保护和追随 罗伯特和文森顿十类流满面 他们的公主殿下是如此仁慈 且爱中下属 他一定能成为一名仁爱的君主 两位骑士很快喝下了药剂 高级魔药强大的能量 修复着他们受损的脏腹 几夕过去 他们的脸色就正常了不少 力连高高提起了心终于放下 太好了魔药有效 你们再休养一段时间应该就能好了 他正说着话 两位骑士却突然翻身下床 忍着剧痛捧起长剑向他单膝下跪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快回去躺着 不 公主殿下 请收下我们的誓言 两位骑士态度坚决 力连神情动容缓缓站直了身体 双手交握于腹前 我的骑士们 请许诺 我以生命起事 向您献上我全部的忠诚 为您牺牲是我的荣誉 为您奉献是我的信仰 我的常见将为守护您而战斗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此事至死不渝 力连庄严地伸出右手 一一抚过他们的头顶 我愿收下你们的誓言 并给予你们荣耀 两瓶魔药收获了两位心腹 他的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两位骑士喝下魔药后变得精神十足 力连看他们还有精力 便跟他们讲了一遍获救的过程 多亏了苏薇 不然我们已经葬身魔朵了 对于力连的话 他们当然幸福 但对于苏薇和特洛伊 他们还是有些怀疑 文森皱着眉 殿下 我觉得苏薇的话非常可疑 他说他是因为占卜才发现的魔物 可是连占星师都很难站准的事 他一个出境魔法学徒 怎么可能预测的 力连摇了摇头 你们要相信这个世界上 是有天才存在的 有些人的天赋 就是不能用常理去判断 而且你们别忘了 那魔物是我们自己招来的 我们进恶魔海域的时候 没有遵守那里的经济 沾染上了黑暗气息 才会引来魔物 罗伯特提出质疑 可是殿下 如果苏薇真的是王室成员 那他怎么会流落到海边 被海盗追杀 还向我们求救呢 那个时候他的护卫 怎么没有出现 力连思考到 王室内斗严重 他或许遭到了某个势力的迫害 不得不伪装成平民向我们求救 至于他的护卫 当时可能被别人拖住 后来才找到了他 罗伯特恍然大悟 的确有可能 现在想想那些海盗也很奇怪 之前从未听说过那片海岸有海盗 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不说这些了 既然苏薇不想告知他的身份 我们也不要探查 何况 谁没有自己的秘密呢 力连这次假借巡逻边境出游 其实是想寻找藏在民间的女巫 获取传说中亡灵法师的踪迹 可惜不仅没有找到 还折损了一队人马 殿下 你 罗伯特正想说些什么 鼻尖却嗅到了一股霸道的香气 什么味道 文森也猛吸了一口 好像 是香料的味道 力连立刻看向窗外 多种香料气味和谐交织在一起 温和醇厚的辛香令人着迷 室内响起一阵饥饿的咕噜声 两位骑士瞬间脸色一红 按住了自己的肚子 你们待在这里 我出去看看 公主走后 两位骑士在房间里低声议论 怎么会有这么香的味道 是不是哪里在祭祀 祭祀 祭祀的味道这么奇怪吗 为什么我一闻就饿了 文森突然眼睛一亮 我知道了 是肉香 罗伯特孤独一声咽了一口口水 这么香的肉 是什么肉 不会是人肉吧 两人想到一处惊恐的对视 不放心的两人找到莉莲 公主殿下 这里有危险 我们怀疑这是人肉 说不定有魔鬼在烹饰活人 三人寻着味道来到厨房 两位骑士猛地踹塌了门板 高举手中长剑 可恶的魔鬼 受死吧 正在肠肉的苏薇被吓了一大条 谁准你们踹门进来的 这就是骑士的教养吗 外面的莉莲听到苏薇的声音 当即反应过来不对 苏薇 你在里面吗 他一边说一边扫是厨房里的一切 当看到那口冒着香气的锅 什么东西呢 实在是太香了 苏薇放下刀叉解释 我在做药剂学的课后作业 这是我做出来的香方 里面炖煮了一些牛肉和鸡肉 你要尝尝吗 听到是牛肉和鸡肉历连一动 可以吗 这毕竟是你的作业 当然可以 我做的很多 不过这里地方太小 我们先一部餐厅吧 我让贝拉给我们送过来 文森和罗伯特对视一眼露出苦思的笑容 他们今天真是丢脸丢大 不仅自己丢人 还连累了公主殿下 明明先误会的是他们 公主却一力承担所有责任 到了餐厅外 两人一起朝苏薇弯向腰 对不起 苏薇小姐 两人说明了自己的过错 并承诺会双倍赔偿 苏薇接受了他们的道歉 没关系两位骑士先生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一旁的丽莲眼里流露出惊艳之色 她品味着这两句话 感觉有一种奇特的韵律 念起来格外的深沉有力 苏薇一定出身于古老的王室家族 文学修养深厚才能出口成章 四人坐上餐桌 贝拉很快便把牛肉送到了他们面前 圆圆的铁盘上 盛放着四五块指甲盖大的牛肉 底下洒了一勺汤汁 肉粒上点缀着两片小巧可爱的薄荷叶 旁边还放了一小撮胡萝卜细丝 装盘精致色香味俱全 两位骑士被肉香勾得迫不及待 直接伸手抓起肉粒 利莲也很饿 但她看苏薇都还没动 而且眼前也没有勺子 就犹豫了一下 幸好她犹豫了 因为贝拉很快就又拿来一个托把 将两只被白卷包裹的餐具放到了旁边 苏微熟练地拿起刀叉 用叉子刺进肉粒 优雅地送进口中慢慢咀嚼 嘴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利莲用余光观察着她 学会了叉子的用法 也优雅地插起肉粒放进了嘴里 两位骑士手里拿着肉 指腹还挂着汤汁 看到他们的动作突然感受到了一丝举搏 手上的肉放也不是吃也不是 纠结了几秒 他们还是一口把肉粒扔进了嘴里 享受般地咀嚼起来 啊 这筋道的牛肉竟然吃不出一丝山味 又咸又香 还有一丝丝甜 吃起来口齿流香 竟然没有一丝苦味 就连利莲也忍不住瞳孔放大了一瞬 她在宫里用的食物已经是顶好的 但肉吃起来也免不了发色 这肉竟然如此可口 她忍不住加快了进食速度 一滴头肉竟全被她吃完了 利莲愕然 她在王宫时一顿都吃不了这么多肉 两位骑士吃完则是一脸回味 他们平时就吃得多 这肉只是给他们开了个味 吃完反而更饿了 苏薇见次给了贝拉一个眼神 贝拉把小蛋糕和面包送了上来 她揭开餐盖 一股甜蜜的香味瞬间散发出来 充满了污渍 利莲细细地嗅着 好像闻到了蛋香奶香和麦香 奇怪 以前她一闻到蛋奶的味道就觉得行 今天怎么觉得这么像呢 她拿起一块蛋糕吃了一小口 顿时幸福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没想到这蛋糕这么美味 苏薇看到她陶醉的神情 按道果然是一生是甜的西方人了 苏薇的食物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 没想到这里的食物比她之前吃的还美味百倍 利莲老师 如果让您评价 您会给我的香方打几分呢 苏薇想知道这个香方能不能及格 满分 利莲毫不犹豫 味道非常好 您不会觉得她偏提吗 毕竟她更适合用来煮肉 香方本来就在一个香字 这道香方的香气非常融洽 就算没有肉的味道 我想她的香调也能令人沉迷 听到利莲的评价苏薇安心了 都是交要即刻的 利莲的评价都这么高了 菲尔教授给的分也不会低吧 知道两位骑士还没吃饱 苏薇又让贝拉把鸡肉切了一些送上来 然后回到了厨房 那些香料熬出来的汁水 她分成了两份 一份在桃罐里煮着鸡翅和鸡准 一份拿了出来卤肉 桃罐里的那份才是她明天的作业 然而当她知道这份作业的用途后 差点没当场呕出来 女孩上课当着老师的面 用油灯烤肉洞 引得全班同学肚子咕咕叫 可老师非但不生气 还给她打了个满分 第二天药剂课上 菲尔教授让学生拿出香方当堂点评打分 她打分的过程非常快 基本上都是闻一下味道 再问一遍制作过程 就给出一个相应的分数 满分十分 但多数学生都只有六七分 有一部分人还没及格 直到走到阿希娜的桌前 菲尔教授的速度才暂时慢了下来 你的香薰味道有点不一样 你还加了别的东西 是的 我加了豆蔻和乳香 另外还加了一把白胡椒 菲尔教授点了点头 不错 十分 教室里响起小小的议论声 苏维听到旁边的少女不屑道 不就是加了点更昂贵的香料吗 我有我也能往里加 这算什么香方 就是 教授之前可没说能往里面加别的香料 他就是偏心阿希呢 他们肯定是亲戚 安静 菲尔教授严厉地看向他们 我从没说过不能往里加东西 你们自己没想到 就不要极度比你们更优秀的同学 班上的学生敢怒不敢言 一些胆子大的同学还在小声抱怨 本来就是 如果只是按香料的稀有程度评分 那还做什么香方 直接按家事背景排名算了 教授这样做违反校规了吧 菲尔教授啪的一声拍响桌子 谁在说话 扣十分 教室里一下子就安静了 菲尔教授冷着脸继续往下验收作业 阿希娜收起香薰 面色平静地转头看了一眼 目光扫过整个教室 刚刚质疑过他的人全都被他寄了下来 菲尔教授很快来到了苏维桌前 你的香方呢 在这里 苏维打开铁盒 里面是一块半透明的胶状物 四四方方向一颗切割好的发黄的水晶 菲尔教授有了点兴趣 这是什么 苏维搬出了自己早就想好的说辞 这是香动 菲尔教授品味了一下这个词语 觉得有一种优美的意见 他拿起铁盒纹了一下又有点失望 味道还行 但不够浓 教授 这只是他冷却厚的样子 如果想激发他的香气还需要加热 苏维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油灯和小勺 用小勺从肉冻上挖下一块 放在火苗上制烤 随着肉冻融化 一股富裕的浓香突然出现 很快教室里响起一片肚子叫唤的声音 学生们勒紧自己的肚子 脸上露出窘迫的神情 离得最近的菲尔教授肚子叫得最凶 但他脸上丝毫不见慌乱 苏维 你知道香方是怎么做出来的 是用香料鱼胶鸡胶熬制了七个小时 过滤后自然冷却下来的 可以做香薰食用 也可以含在嘴里化石 什么 可以食用 一名同学听到重点眼睛亮的像灯泡 真的可以吃吗 怪不得我一闻就想吃它吗 菲尔教授吞咽了一下口水 拿起羊皮卷 很有心意 给你十分吧 说完他走回讲台 好了 我们开始讲课 这节课要讲的是 如何配置灌肠用的药剂糖 以及灌肠的操作方法 苏维一脸猛逼 等等 你说要讲什么 就用你们做的香方材料打底 用石灰水加入香料汤 搅拌后晾至温热 待其沉淀后咬出上层汤汁 可以让仆人用牛角管吹送至体内 也可让医生用漏斗或水囊枪插 然后挤压进肠中 当变异产生时便可开始释放 苏维沉着脸开始思考 他留在这所学校的决定到底对不对 菲尔教授给他们布置香方作业的时候 并没有声明这是要用来配置灌肠药剂的 但仔细想想这是药剂科 药剂科布置的香方 怎么可能是让他们调香呢 肯定是跟治愈疾病有关的呀 苏维看着勺子里的汤汁 觉得他以后再也不能吃吃肉动 突然旁边响起一声绵长响亮的肚子脚 这声音太响 连最前面的菲尔教授都听得清清楚楚 班上的同学也刷得转过头 震惊地看着发出这道声音的女同学 勇士啊 这么恶心的内容都没打消他的食欲 见大家一直盯着他看 那位女同学顿时羞脑起来 我就是饿晕头了怎么样 难道你们不饿吗 你们不想吃吗 女同学发出灵魂三连问 然后破罐子破摔地看向苏维 亲爱的 能让我吃一口你的香动吗 我实在忍不住啊 就把盒子推给了女同学 当然可以 请你品尝 女同学红透了脸 其实他说完就后悔了 但看到苏维真的答应了他 心里又生起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想法 谢谢你苏维 我保证只吃一口 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 用勺子挖了一块肉洞飞快丢进嘴里 香喷喷的肉洞在嘴里慢慢化开 肉洞不仅不新还非常鲜香 里面加了言闲的恰到好处 女生细细地咀嚼着 满足的表情就像吃到了什么龙肝凤嘴 吃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一下嘴巴 把盒子还给了苏维 谢谢 不用谢 苏维露出善意的微笑 菲尔教授也没有怪罪 只是让人把门窗都打开 散了一会儿气又继续往下讲 中午下课时苏维在教室外被人叫主 苏维 等等我 我叫秦福格森 刚才谢谢你了 不用谢 只是一件小事 秦摇摇头 你都不知道 我当时都开始胃痛了 幸好吃了一块香冻 不然怕是要饿晕 苏维诧意怎么会饿成这样 秦清秀的脸庞微红 最近为了减重我一直在结实 昨天只吃了一个苹果 今早醒来胃里就不舒服 所以上课时闻到香味就没控制住 苏维担忧地说 结实对身体不好 秦 你的身材已经很瘦了 其实不用减重了 可我的腰还是很粗 新来的树腰都累不进去 苏维看到他都已经细得可怕的腰肢 你的腰非常细 应该是那树腰太小 换一个吧秦 如果总是穿太紧的树腰 你的肋骨会被挤压变形刺进腹腔里 秦脸色泛白 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比这还可怕得多 腰泪得太细以后生孩子也会难缠 孕妇很容易血崩死亡 情下的打了一个冷战 亲爱的 谢谢你的提醒 我这就去把树腰脱掉 他拎起裙摆跑下台阶 仿佛在跟死神赛跑 教室窗边 阿希娜看着下面的场景捏碎了手里的香薰蜡烛 阿希娜 你何必要和他作对呢 他并没有爱着你什么不是吗 不 他爱着我了 非常 非常 非常的碍眼 碍眼到我想划烂他那张脸 他把碎掉的香薰扔到地上 用脚尖狠狠碾成了你 你为什么要给那个贱人那么高的分 菲尔教授无奈地说 如果班上只有你一个人满分 其他人会嫉妒你的 那就让他们嫉妒好了 一群卑贱之人 何必在意他们的感受 阿希娜 这里不是亚特 菲尔教授语气为婉 她只是亚特王国的公主 亚特王又没有统治整个西元 别国的国民可不会畏惧她的权势 阿希娜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 但她依旧不屑 就算这里不是亚特 我要弄死他们还是易如反者 菲尔教授有些头疼 不要动不动就说这种话 你知道的 西瑞亚魔法学院禁止内斗 舅舅 人要懂得变通 谁说我要在学院里弄死他们了 阿希娜 国王就是不喜欢你杀人 才把你送来这里的 他希望你学会仁慈和友爱 不喜欢我杀人 是不喜欢我弄死他怀孕的情妇吧 谁让那些贱人要做王后梦的 我只是把他们肚子里的小贱人 挖出来喂了狗 他们就要跟我拼命 我本来不想杀他们 谁让他们一个个的 非要往我肩上撞呢 菲尔教授听得不寒而栗 阿希娜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那可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 闭嘴吧舅舅 要不是我和母后 牢牢把守着我们在宫中的地位 你以为你还能拥有现在的一切 没有我们的残忍菲尔家族 早就被削绝了 你还能安安心心当你的贵族 别站在这里对我说脚 安逸久了 真以为自己干净了 当年陷害伊西斯王后的时候 也没见你们熟人 菲尔教授默然了好久才开口 那是父亲和姐姐做的 我只是帮他们递了信 阿希娜讽刺地说 既然当年你都能帮他们送信 现在为什么就不能帮我 我也不需要你做什么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 放心吧 我没那么多闲工夫捏那些小蚂蚱 我只捏死最大的那个 你想杀苏薇 可现在她的身份还不确定 不一定就是伊西斯王后的女儿 万一杀错了人 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 阿希娜声音冷酷 我前天晚上试探过 那个小贱人还以为我认错了人 高兴地主动往套里钻呢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菲尔教授疑惑 说明什么 说明他现在的身份 就是个假冒贵族的平民 就算杀了他 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悟 你想怎么做 听说城里有很多流氓 应该会喜欢他那张钩引人的 傻的脸 菲尔教授觉得不妥 流氓不知道他是平民 应该不敢 碰他 舅舅 你真笨 让人假扮不就好了 我的侍卫快回来了 假扮的流氓 假扮的贵族 这出戏应该比折磨那些 哭哭啼啼的孕妇好看得多 阿希娜湛蓝的眼底 酝酿出黑压压的风暴 苏威 当初给你机会你不走 今后你别想离开西瑞亚 你只能死在这里 谁叫你那么优秀呢 愚蠢的你即使知道了 自己的身份也不会威胁到 等我玩够了就能放你离开 可惜你偏偏什么都学什么都会 要是让王都那群幻想十全是 美继承人的剑骨头大臣知道 哪里还有我和母后的活路 女孩只是摸了一下乌龟壳 下一秒天就黑了 苏威进入了精神世界 她今天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还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吗 星途点亮星鬼成环 天幕上忽然出现四个大字 石有中烟 苏威望着天幕上的字迹心底疑惑 这一次竟然直接出字了 但是石有中烟是什么意思 苏威先放下这句话 开始问第二个问题 怎样才能回到我原来的世界 天幕上的字体消失 起点覆盖终点 起点是终点 终点就是起点 苏威脑中灵光一闪 顿时想通了这句话 她是在登陆嘉兰战绩游戏时穿越的 这个游戏她虽然没玩过 但登陆界面她看过 那上面有游戏背景介绍 说的就是嘉兰欣赏社会动乱 群雄并起战争频发 玩家登陆上去 就会有一个小领主的初始身份 然后和其他玩家在游戏里争夺领土 建立城邦称王称霸 苏威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游戏介绍的不一样 大陆上虽然有些不平静 但还算和平 没有到烽火狼烟战斗打响的时候 会不会她穿越到了游戏还没开始的时候 要等到游戏开始之后才能穿回去 游戏开始是起点 也是她穿越之旅的终点 按照现在的大陆局势 估计再过个十来年就能乱起来 说不定到时候会有很多玩家进入游戏里 和她碰面告诉她登出游戏的办法 所以她要努力活到游戏开始 苏威越想越激动 回到原来的世界指日可待 今天占卜的感觉有点奇怪 问了两次问题还不觉得精神疲惫 苏威决定再占卜一次 我要怎么做才能一直活下去 这一次星象按了下去 天幕上又出现了一行字 皮质不存 毛浆烟覆 从字面上理解 就是没了皮毛没有衣服的地方 欲指她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本就活不了 所以她赖以生存的根本是什么 苏威略一思索就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这是在说自己身上的伪装 因为她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冒充了贵族才得到的 如果失去贵族的马甲 她就会被人弄死 苏威退出精神世界 意外地发现她今天一点都不头晕 比昨天占卜后的状态还要好 看来她的精神世界确实变强大了 苏威乐观地想 照这个速度进步下去 她或许真能成为一名神棍 到时候她就改名叫苏半仙 碧莲过去三四天 苏威每天早上起来就先给自己占卜测一次祭胸 结果都是急 也真的都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好无聊啊 苏威坐在小院里哀声叹气 历连去了学校上课 骑士们搬了出去 阿西娜这些天也都没来找她麻烦 像她这种人生活一平静下来就难受 想到事情 贝拉 罗曼 我们开个面包店怎么样 现在羊绒面料还没有亮着 每个月只有一百金币只能勉强够用 在学校对面开个面包店 专门刮那些贵族学生的油 开店吗 好呀好呀 罗曼手舞足蹈 我们家的面包那么好吃 肯定会有很多人来买 贝拉则是一脸犹豫 开店还要租店面请故宫 要花好多钱 自从苏薇教了贝拉做软面包后 特洛伊一顿就能吃16个面包两斤牛肉 贝拉做一天面包都不够她一个人吃的 苏薇得知后让贝拉做管家 又让她找了四个女佣给她帮忙 贝拉当上管家后 她就对家里的财政情况异常忧心 家里的开销实在太大了 每天光吃时就要两个金币 主人也是花钱如流水 可她根本管不住啊 就像现在苏薇就一一孤行地做了决定 特洛伊 我们去学院街看看铺面吧 特洛伊从房顶跳下 什么时候 现在贝拉看着两人走出门心里更愁了 苏薇去看铺面 特洛伊就在远处看着 始终跟她保持20名以内的距离 不会让这里的居民发现 又能保证一直把她放在自己的事业里 除了酒馆她不喜欢进其他店铺 那些人也不欢迎她走进店里 苏薇一连看了好几家店面 店主都不想转让 挂了转让牌子的店铺又太小她看不上 正当她想放弃的时候 后面却冒出来一个尖嘴猴腮的年轻人 小姐 您要买店铺吗 我有一个铺子想转让 价格便宜地儿也宽敞 要不我带您去看看 苏薇打量对方 你看起来不像是商人 嗨 是别人托我卖的 两层的临街铺子只要一个金币 那家人要搬家着急转手呢 苏薇瞥了一眼跟在她不远处的特洛伊 那好吧 你带我去看看 好嘞 您跟我来 我带您走条近路 离这可近了 尖嘴男人一边说一边往前走 带着她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小路 西瑞亚学院里 维娜不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阿希娜你还想利用我 真当我傻呀 我保证这次不是 我只是想带你去看一出好戏 你不是讨厌苏薇吗 她马上就要死定了 你真的不想去看看 维娜警惕地看着她 我凭什么相信你 阿希娜笑得像条美人蛇 只是去看看而已 你又不用做什么 怎么会被我利用吗 我知道之前让你去对付她 有点为难你 所以今天我自己出手 也给你出出气 她那么骂你 你不想去奚落她一下吗 她凑近维娜的耳朵轻声说 你不想看看 那个贱人被流氓撕烂衣服的样子吗 维娜眼里亮光一闪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还找了一群又老又丑的乞丐 请他们一起去跟她玩玩呢 行 我跟你去 维娜眼珠子一转 多叫几个人我们一起去 苏维跟着男人道路越走越偏 走到一个交叉口 时间嘴男人忽然加速 身形一拐就进入了旁边的航道消失了 苏维提起裙摆跟了两步 在四通八达的巷子里迷了路 突然狭长的航道里 响起一阵奇怪的脚步声 像是有人她拉着鞋 摩擦着墙壁走了过来 苏维一转身 就看到一个醉熏熏的壮汉歪扭扭地走进巷子 一身脏地像牛长的衣服穿得松松垮垮 胸毛和肚脐都暴露在外面 似乎看到了她 男人脚下方向一遍朝她走过来 让我看看 这里竟然有个小美人 一双色秘密的眼睛盯着苏维 像是恶狼看到了猎物 苏维环顾四周没看到有其他人出现 视线回到壮汉身上 谁派你来的 阿希娜还是维娜 哥你在说什么 壮汉打了一个酸臭的酒阁 挠着胸口神色茫然 真正的流氓可没你这么挨干净 苏维拧着没扫过她胸口 身上没有跳蚤 胸毛也没有打劫 你在挠什么 壮汉眼里露出一丝震惊 随后书帝阴暗下来 就算你发现了又能怎样 还不是落到了我手里 她脸上浮起嗜血残暴的笑容 猛地摔碎了酒瓶 可惜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不然以你这样的姿色 我还能多玩几次 真是便宜了那群杂碎 酒瓶破裂流出红艳艳的液体 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泥烂的甜香 苏维立刻拿出手帕捂住了口鼻 特洛伊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女孩闭眼向爱神发誓 却遭到嘲讽 你就算发誓也没用 高高在上的神才不会管这些小事 然而下一秒 阿希娜身上就散发出一阵圣洁的白光 在她的额头上还亮起了天鹅文样的印记 就在几分钟前 见壮汉来者不善 苏维果断召唤特洛伊 伴随一声剑鸣 壮汉被击飞了出去 特洛伊出现在苏维身前 单手抱着她跃上了房顶 留个活口 好 特洛伊跳进巷子 用随身携带的酒囊打式短筋包住了口鼻 壮汉吃痛地爬起来 飞快拽下了腰间的皮鞭 你是什么人 她看到了特洛伊剑饼上的风质魔纹 心中惊骇 公主不是说苏维就是个平民吗 平民身边怎么会有一位魔剑士 特洛伊握着剑一步步朝她走近 你无需知道我的来历 说 谁派你来的 壮汉颤抖道 我不能泄露主人的身份 苏维站在屋顶冷冷地下令 特洛伊 她不说就杀了她 维纳在墙后听到巷子里传出的声音 失望地回头 这就是你说的好戏 剑士斩杀流氓的好戏 阿希娜脸色难看 她没想到苏维身边 竟然会有一名剑士保护她 同时她眼里闪过一丝不悦 一个小小的伯爵之女 也敢对她甩脸 不知死活的东西 计划出了点披露 但没关系 我们至少可以试探出 她是不是在冒充贵族 维纳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不是你还要试探什么呀 人家的侍卫都快把你的侍卫杀了 你还怀疑她不是贵族 够了 阿希娜压下脑怒 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解释 那不一定就是她的侍卫 也有可能是她结识的剑士朋友 你等着看吧 只要尼克勒斯说出自己的身份 苏维绝对不敢杀她 维纳半信半疑 转过头从砖缝里往对面看去 巷子里流氓打扮的侍卫一直不肯交代 已经让苏维失了耐心 特洛伊杀了她 是 特洛伊举起长剑 锋利的剑尖直指壮汉的侯心 不 停下 停下 我是贵族 你们不能杀我 我父亲是亚特王国的普里斯特来自局 我是她的儿子 是她的继承人 你不能杀我 亚特 特洛伊握紧剑柄望向苏维 还杀吗 流氓的话怎么能信 苏维站在屋顶眼神冰冷 卸了她的下巴 杀 巷子另一边维纳刷的扭头看向阿希娜 你不是说她不敢杀吗 阿希娜脸色阴沉 我高估了她的脑子 她恐怕不知道杀死一位贵族的后骨会有多严重 维纳语气讽讽 平民杀贵族是会被处以极刑 贵族杀贵族可不会 我说了 她不是贵族 阿希娜被她的愚蠢气到眼睛发红 你还是快点去救救你那可怜的侍卫吧 再过一会儿 我的朋友就要带着城防队的人过来 谁准他们去找城防队的 阿希娜声音发狠 维纳得意地笑了 你不是喜欢利用我吗 怎么 利用得不称心了 阿希娜再也没办法冷眼旁观 快不绕过围墙立身喊了 住手 看到阿希娜出现 苏威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 阿希娜 你怎么会在这里 阿希娜冰冷地看了她一眼 你们故意磨蹭不动手 不就是在等我出来吗 让你的人放了她 她是贵族 你杀了她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苏威惊讶到 阿希娜你在说什么呀 她就是个好色的流氓 这样的人留在这世上只会害更多人的 阿希娜眼里闪过一丝愈怒 直接命令特洛伊 你放了她 杀死一位自觉继承人的后果 你承担不起 特洛伊仿佛没有听到她的声音 一个眼神都没给出去 阿希娜心里生起一股欺齿大恶 憎恨地看向苏威 蠢祸 你要是杀了她会被处以极醒 平民杀死贵族暗毒神罪论主 毒神只会先后被视以污名 拉长和火刑 你就不怕吗 不想死的话就放了她 阿希娜现在是真的想要救尼克勒斯 她是普里斯子爵唯一的儿子 她要是死了 普里斯子爵估计要发疯 苏威笑着摇摇头 阿希娜 你真是疯了 我既不是平民 她也不是贵族 杀一个妄图冒犯我的流氓而已 怎么会有罪呢 特洛伊动手 苏威 你敢 特洛伊手起见落 一颗死不明目的头颅滚到地上 又被她一剑挑飞到了阿希娜身前 阿希娜惊得高声尖叫 叫声引来了一大群人 维娜脸色惨白地站在巷口 她身后跟着一群同样面色发白的贵族小姐 一队城防兵从他们身后冲出围住了巷子两端 领队的洛塞胡大兵踏进包围圈 发生了什么事 谁杀的人 阿希娜惊魂未定 维娜立刻指向屋顶的苏威 是她 她让她的侍卫杀的 洛塞胡抬头看向苏威 这位小姐 您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可以 苏威向下方伸出手 特洛伊 带我下去 特洛伊飞身将她带了下来 洛塞胡看到特洛伊的身手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苏威仍用手帕捂着脸 士兵先生 道歉 我实在太害怕 所以让我的侍卫杀了她 她睫毛颤抖着像一只便鲜的蝴蝶 拿着手帕的手指微微用力 楚楚可怜如同一块溢碎的水晶 洛塞胡的声音一下子就软下来了 您别怕 只要有我们在这里没有人能伤害您 您能说说您刚刚遭遇到了什么吗 洛塞胡士兵一脸正气 请您说出来 我们都是正义的执法者 会给您一个公道的 苏威放下手帕露出感激的笑容 谢谢士兵先生 有您这句话我就安心多了 是这样的 之前我误入这条巷子在这里迷了路 结果遇到了一个好色的流氓 我的侍卫及时感到想要阻止他 没想到他竟然拿出了一瓶奇怪的酒 就是在那儿 苏威指着不远处的破酒瓶 我的侍卫很生气 说他想给我们下毒 士兵先生 他一定是个惯犯 说不定已经这样害过很多人了 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所以我 我就 我理解 完全理解 洛塞胡义愤填膺 这样的坏人确实该杀 您做得很好 不过他也没有听信苏威的一面之词 而是让手下的小兵去检查了一下那瓶酒 小兵惊恐地跑回来报告 长官 那是一瓶插了魅膜血液的葡萄酒 要心很强 洛塞胡听完怜惜地看向苏威 小姐 您的猜测是对的 这个人用的是一种肮脏的毒药 他一定是个惯犯 看到您的美貌后就想对您下毒手 您放心 您和您的侍卫不仅没有罪 还应当受到西瑞亚城的嘉奖 我们要感谢您替我们除掉了一个龌龊的流氓 苏威破涕微笑 真的吗 士兵先生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您真是一位公正的先生 洛塞胡庄重地说 多谢您的赞美 善心的小姐 您和您的侍卫可以离开了 这里由我们来清理就好 等等 维纳突然站了出来 士兵先生 我怀疑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 您没有察觉到什么一点吗 一个流氓怎么会有魅膜要求 那种药剂可不便宜 而且他居然敢对一位贵族小姐起色心 您不觉得奇怪吗 洛塞胡果然露出怀疑的神色 您是说 有人指使了这个流氓的所作所为 不错 我怀疑有人想害我亲爱的同学 苏维 你说是吗 天呐 苏维震惊地捂住嘴渲染玉气 原来是这样吗 有人想要害我 维纳五官扭曲了一瞬 马德见人 哥这儿跟我装柔弱 好像刚刚喊着杀人的人不是你似的 他不想再看那张作作的脸 转过头似笑非笑地看着阿希娜 阿希娜 今天是你邀请我出来玩的 还特意把我带到了这条小巷子 你不会知道些什么吧 阿希娜眼里闪过深深的寒雨 指甲嵌入掌心 脸上迅速做出无辜的表情 维纳 你 你怎么能这样说 明明是你叫我出来的呀 他受伤地看着维纳 仿佛被好友被刺了一样亮枪的后腿 然后抓着裙改肋意朦胧地看向洛塞胡 士兵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既然维纳怀疑我 您查我吧 我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 我的朋友原来是这种人 已经让我伤透了心 阿希娜 你要不要脸 你这话说得倒好像是我干的一样 明明这一切都是你的策划 别装得跟个无辜人似的 你就是一条卑鄙的毒蛇 维纳都要气疯了 特么的一个比一个会装 阿希娜低下了头心如死灰 对 都是我做的 士兵先生您抓我吧 不要去查我的朋友 士兵先生 你看他承认了 维纳心里一喜 指着阿希娜狂笑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终于承认是你做的了 士兵先生 你现在知道了吧 那个流氓就是他的侍卫 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他还找了一群乞丐说让他们一起糟蹋苏危 估计就在这附近呢 您快把他抓起来好好审问 维纳的声音又尖又洗 听了洛三胡眉头紧皱 他看向维纳身后的那群人 你们说 到底是谁叫你们来的 这群贵族小姐还在惊吓中没有回过神呢 听到洛三胡的询问一头雾水的回答 是维纳叫我们来的呀 洛三胡目光锐利的射向维纳 这位小姐 您还有什么话说 维纳愤怒地看了他们一眼 对洛三胡解释 是阿希娜先叫了我 我才叫上他们的 而且如果是我干的 我为什么要叫他们去请你们来呢 阿希娜捂着嘴哭泣 原来你早就想好要嫁祸给我了吗 你闭嘴你特么个闭齿 维纳转身冲他咆哮 表情猙獰的像只罗刹鬼 洛三胡在维纳和阿希娜中看来看去 最终还是看向了维纳 一位可怜无助的少女 一个嚣张跋扈的小姐 想也知道哪个更有问题 洛三胡拦住维纳 这位小姐 请你不要欺负无辜之人 她无辜 维纳差点被气了个扬岛 你凭什么怀疑我 那位小姐当然是被你逼的 洛三胡眼里发出睿智的光 你休想冤枉好人 我没有冤枉他 本来就是他干的 维纳急忙拉苏维给他作证 苏维你说 到底是谁干的 苏维吞吞吐吐的说 我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阿希娜同学之前确实威胁过我 说要教训我什么的 维纳满意了 得意地撇了阿希那一眼 精神抖擞地对洛三胡说 现在你知道谁冤枉谁了吧 咬人的狗不叫 我是好人他才是坏人 而且你可以去找找附近的乞丐 肯定能从他们嘴里问出幕后真凶 洛三胡皱眉沉思了一会儿 叫手下的小兵按维纳说的去附近搜一搜乞丐 然后看向阿希那 可怜的小姐 是你做的吗 阿希那擦掉眼泪抬起头 士兵先生 真的不是我 我可以向爱神启示 伟大的爱意与悲悯之神 执掌众生情爱与生育之权柄的弗雷雅 如果是我犯的罪 请对我降下神法 维纳冷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 高高在上的神才不会管这些小事 你就算发誓也没用 除非爱神真的给你降下神迹 然而她话音刚落 阿希那身上就散发出一阵圣洁的白光 在她的额头上还亮起了天鹅文样的印记 是爱神的赐福 那几位贵族小姐惊叹道 天 我见到了爱神的神迹 洛三胡震撼不已当即宣布 这位小姐是无辜的 不可能 明明她说了谎 怎么会这样 明明就是她干的 洛三胡立刻反驳 神迹不会说谎 事实已经证明她就是无辜的 维纳不停地摇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突然她想到什么 立马指着阿希那额头上的印记 我知道了 她是爱神的眷属 她根本没有虔诚地向爱神祈祷 她只是换出了神卷的印记 听听你说的什么话 如果那位可怜的小姐是爱神的眷属 就更不可能做这种事了 神明倦爱之人怎么可能是坏人 后面的几位贵族小姐也跟着说 是啊 神卷者万里挑一 是神明亲自选中的最纯洁的灵魂 怎么会做坏事呢 你骗了我 阿希那眼里露出一丝讥讽 她根本就没有找什么乞丐 人越多越会坏事 她那么说只是想把维纳引过来而已 万一东窗事发 她还能拿维纳当个替死鬼 现在看来她当初的决定 真是有先见之名 洛塞胡已经不相信维纳的话 她朝小兵招手 来人 把这位谎话连篇的小姐带回监狱 不 不是我做的 你们不能带走我 维纳拼命挣扎 我不走 我不走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放开我 士兵先生 请您放了她吧 洛塞胡疑惑地转过头 你要我放了她 是的 苏维点点头温柔而坚定地说 我相信维纳不是这样的人 而且就算是她做的 我也没有受到伤害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我不追究了 她面带微笑地看着洛塞胡 眼神宽容而仁慈 像是散发着温暖光芒的圣母 神说 我宽恕别人就是宽恕自己 士兵先生 请给维纳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洛塞胡忍不住赞叹 您真是一位高尚的贵族 您的人格和您的美貌一样闪闪发光 虽然不知道是哪位神说的宽恕别人 就是宽恕自己 但一听就出自一位仁爱强大的神灵之口 洛塞胡放了维纳让士兵抬走了流氓的尸体 阿希娜看着那具伸手一出的尸体 心中恨意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拍击着胸枪 眼神阴暗地看了一眼苏维和维纳 特洛伊 我们走吧 苏维叫了一声朝巷子外走去 等等 维纳忽然叫住他 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还有 苏维点点头带着特洛伊离开了 离开向道后 特洛伊不解的问苏维 你为什么要放了他们 当然是因为我这个假贵族不能他们硬碰你 苏维瞥了特洛伊一眼 当然是因为我想给他们一个赶过自新的机会 我刚才不就说了吗 那不是你忽悠他们的话 呦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苏维饶有兴致地看着特洛伊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听到那个流氓说他是亚特人 还有看到阿希娜的时候 反应那么奇怪 哪里奇怪 你也知道你反应不对 怕被我看出来 特洛伊不说话 藏在面具下的眼睛灰暗不明 你不想说就算了 我还不想知道呢 苏维自然地问起另一个问题 那个神圈到底是什么东西 特洛伊奇怪地看向他 你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人吗 苏维脚步一顿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你总是不知道 就像个看客 他经常觉得苏维跟其他人在一起 是有种格格不入的违和感 像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 偶尔又用去翘望一下四周 苏维着实吓了一大跳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并且半开玩笑的 被你发现了呀 我确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是天上的神 降临到世间拯救你们的神 特洛伊透绿的眼睛注视着他 耳边突然听到了自己猛烈的心跳声 苏维今天早早回了学校 他要去图书馆看看 原主一直生活在渔村 对世界的认知和接触比较狭隘 像今天他们说的那什么神卷 他都不知道 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决心要把宗教类的书籍全都砍一遍 在翻了书后 他也终于知道了神卷者是什么 神卷者是受到神明眷顾的信徒 这类信徒对神的信仰非常纯粹 是神在人间的推广者 所以也被世人称为神的眷属 神会赐给自己的眷属一个印记 代表这是他选中的人 他会在冥冥之中保佑这个人 并赐予此人超凡的能力 神卷者数量稀少 数万人中才能诞生一个 而且大多都是贵族 平民中几乎没有 书上认为贵族都是神的后代子民 因此有更纯洁而强大的灵魂 所以才会受神钟爱 而平民都是有罪至人的后代 他们的灵魂灰暗无光沾满尘垢 而且贪婪 无知 低俗 愚笨 所以神明不喜欢在他们当中选择眷属 不过有一类神喜欢找上平民 那就是邪神 据书上记载 加兰星有大大小小上千个神 但经常被人提及的只有几十个 比如原主村子里信奉的海神 阿西纳信仰的爱神 还有太阳神 月亮神 雷神 火神等 这些神统称为光明之神 而教廷就是光明之神的神殿 里面以太阳神和月亮神为至尊神 其余神为主神 主神下还有一些丛神 比如丰收之神下的土壤之神和灌溉之神 这些神都是正神 与正神相对的就是邪神 也被称之为黑暗之神 原主用灵魂献祭的邪神 就是黑暗阵营里的亡灵之神 这是一位非常邪恶的神明 因为他会将人的灵魂变成亡灵 让人迷失在黑夜之中 永远不能上达天国 但苏薇却觉得这位亡灵神说不定是个好神 毕竟他实现了原主的愿望 反倒是那位爱神 他保佑阿希娜那样的人 估计不是什么好神 看完书 苏薇的心情无比沉重 原先他虽然也知道这世界上有神 可那时他以为神高坐云端不管俗事 现在看来神虽然没有降明到地上 但他们在用神卷这一方式 变相地控制着人间的权力争夺 苏薇大胆地猜测 正神之所以只选贵族不选平民 是因为平民手里根本没有权力 既不能给他修建神殿 也不能给他收集信仰 而邪神为什么喜欢找平民 大概是因为贵族都被正神给笼络去了 他们捡不到西瓜 只能将就将就捡芝麻 苏薇悲伤地发现 自己就是那个芝麻 他这么优秀居然没有神来眷顾他 他们实在没眼光 苏薇和尚书正要把书放回去 一起身后背突然传来一阵刺痛 像是有几百根针在扎一样 痛得他差点滚到桌子底下 痛了好一阵他才能直起腰 伸手摸向自己的后背 没有针 什么都没有 苏薇心里毅力 糟糕 不会是他在心里编排那些神 然后点燃了桌上的油灯 做完这一切 苏薇轻轻脱掉上衣 背对着油灯转头看向镜子 昏黄的古瞳镜里火苗晃动 映照出一片诡秘的黑色图腾 女孩从不纹身 后背却出现密密麻麻的繁复纹目 苏薇瞳孔一说 这是神卷者的印记 好消息他也被神看中了 坏消息看中他的是邪神 可邪神什么时候选中了他 苏薇忽然想起一件事 就是原主记忆里特洛伊来找他的那天晚上说的话 向黑暗献上你的灵魂吧 呼唤亡灵之神的名字 请求他的回应 帮你度过这道劫难 特洛伊这句话说得太笃定 仿佛知道原主一定能得到亡灵之神的帮助 可他们素不相识 特洛伊为什么要来跟原主说这些话 他不怕原主为了减轻罪行向神殿举报他们 除非原主那时候身上就有了这道印记 还被他发现了 苏薇一边思索一边穿好上衣 现在被人弄死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邪神那邪神 我是不是该感谢你没给我弄到额头上 弄这么一大片纹身 生怕他能用刀子弯掉是吧 苏薇满腹怨念 对这位亡灵神的印象跌到了谷底 秋分日后 西瑞亚的天气一天两比一天 苏薇在学院街的面包店最终还是开得起来 开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但生意出奇的好 面包一银币一个 蛋糕三银币一块 如果是加了坚果和水果酱加薪的小蛋糕 价格还要贵上一枚银币 面包店上下两层 一楼贩卖面包和蛋糕 二楼制作茶椅 这里没有茶叶 做的是水果茶 糖分来自他交贝拉提取的麦芽糖 水果则来自附近的农场 上一世最赚钱的奶茶生意被苏薇拿捏在了手里 他扁扁的荷包又裹了起来 艾斯可瑞甜品屋也一跃成为贵族学生最受欢迎的店铺 因为奶油做起来费事费力 甜品屋的奶油蛋糕总是供不应求 因此限量发售 听说一些平民中的投机者学会了从他店里抢购蛋糕 然后二次高价转卖给学校贵族 已经炒出了一枚金币一块蛋糕的高价 对此苏薇想说 还是贵族的钱好赚 一名贵族在他的甜品屋里一个月就能花出50金币 而且他自己每天也会给店铺创收 给一枚金币 苏薇将金币放到收银台上 好的小姐 您的蛋糕果茶会给您送上二楼雅座 请您和您的朋友先在雅座休息片刻 女仆薇笑着双手递给他一块刻了数字的铜牌 苏薇接过铜牌 请我们上去吧 秦福格森开心地跟着他上楼 一边叙叙叨叨地说着 苏薇 这家店的厨师真是太天才了 你说他怎么会做出那样美味的食物呢 苏薇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是啊 大家都不知道 学校好多贵族都来打探了 想把厨师挖回自己家里 但这里的厨师都无动于衷 艾斯可瑞的老板好神秘 苏薇笑笑没有说话 黄油的配方掌握在他的手里 都是从小院做好才送过来的 店里的厨师可不会做 还有那些想挖走他员工的贵族 有一些还想以权势压人 幸好他的店开在学院街 受西瑞亚校方保护 才没有被他们得逞 最近他让人传出消息 说艾斯可瑞甜品屋的主人 是一位身份尊贵的大贵族 那些打歪心思的人才少了点 甜品上来后 请一边用小勺咬蛋糕一边赶 苏薇 你的父母对你一定很好 才能让你天天来这里吃蛋糕 你不也天天来吗 今天要不是你请我来 我就不会来 苏薇露出疑惑的眼神 为什么呢 蛋糕不好吃了吗 不不不 就算吃一辈子我也不会吃你 但是我快没有钱了 说到这他有些沮丧 我昨天亲属钱币 才发现我的钱 已经不够这个月的生活了 我给家里去了信 不知道母亲会不会给我送钱来 听小姐妹们说 他们早就给家里送过信了 收到回信 被骂了一通也没有拿到钱 最近都重新穿上了树腰用来指饿 令人难过的是 他们的树腰都穿不上了 我的也是 秦捏了捏腹间的软肉 又哀怨地看了一眼盘子里的蛋糕 最后还是阿吴一口吃了下去 艾斯可瑞真是可恶 以一己之力榨干了 西瑞亚贵族学生的钱包 苏维说着摸了摸自己 骨囊囊的钱袋 就是就是 秦对此表示一万个赞同 这是二楼上来一位新客人 苏维 原来你在这里 看见来人苏维站了起来 丽莲老师 您也来喝茶吗 是的 这里的果茶很甜蜜 喝了总是让人心情舒畅 就像你一样 丽莲说着还对他眨了眨眼睛 苏维羞涩了一下 谢谢您的赞美 丽莲在小院里吃过蛋糕 她大概是学院里唯一的 猜到了她就是这里的老板 吃完下午茶 请挽着苏维的手走出甜品店 恰巧看到了小跑进蛋糕店的维娜 路上请讲起来 她听到的关于维娜的传闻 维娜的未婚夫艾格伯特 向阿希娜求婚了 据说当时阿希娜拒绝了她 认为她不应该背叛自己的婚约 希望她能好好对待维娜 但维娜却冲出去推了阿希娜一整 差点把她推到湖里 艾格伯特盛怒下羞辱了维娜一顿 确实看不上矮琢琢的艾格伯特 但不排除她故意引诱她 以此来报复维娜 而且书上说神圈者都会被神赐予 一项超凡脱俗的能力 可阿希娜在几门课上 并没有展现出什么天赋 或许这项能力试点到了其他地方 维娜的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 爱神赐予的天赋应该也跟爱有关 总不能是生育的天赋吧 第二天回到小院 苏维娜坐在房间里思考 她的特殊天赋会是什么 亡灵神应该不会小气到 不给她的眷属一点好处吧 苏维学着阿希娜的样子 闭上眼睛口中呼唤道 邪恶的亡灵与黑夜之神 执掌死界秩序之权柄的奥地列特 请问您赐予我的天赋是什么呢 安静地等待了半分钟 没有反应 她起身脱下衣服 对着镜子照自己的后背 发现之前的印记消失了 苏维娜都不会了 难道亡灵神被她吓跑了 她这么抠嗖的吗 光让人打工不给人钱 一听工人讨斋就跑路 苏维沉思了几秒 觉得作为一个神 她不应该 至少不能这么没面子地跑路 所以问题出在她的祷告上 是祷告不成心 还是祷告的方式不对 苏维想起上一次 她后背刺痛出现印记时的心理环境 心里冒出一个荒谬的想法 不会吧 神不会这么虚荣吧 要不是一失 她闭上眼睛将手放在胸口 虔诚地念叨 伟大而正义的亡灵之神 执掌死界秩序之权柄的奥地列特 您的光辉令人崇拜 您的宽容令人赞美 您的美貌比爱神更甚 您才是真正崇高 真正值得人信仰的神灵 后背突然发热 苏维睁眼看向镜子那片纹身 果然又出现了 她面无表情 甚至想发出一声冷笑的河 万万没想到她是这样的神灵 喜欢听下属拍马屁 喜欢听人夸夸 怪不得上次她在心里幻想她是的好神 觉得爱神不是好东西的时候 她就迫不及待地出来彰显存在感 原来是听到了她觉得好听的话 苏维心里忍不住吐槽 有没有搞错呀 你是一个邪神 邪神不喜欢听别人说她邪恶 却喜欢听别人夸她正义善良光辉伪证 多少是有点毛病 这个世界也多少有点问题 不过终归是找到了邪神的正确打开方式 苏维闭上眼睛用最饱满的感情夸道 伟大的亡灵之神奥地列特 您是如此的公正仁爱善良温和 您比所有的神都好 比他们都更爱自己的子民和信徒 我是您最最最忠实的眷属苏维 请您赐予我力量吧 苏维说完后背一躺 紧接着传来一阵痒溢 肩胛骨处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冒出来一样 她睁开眼睛往镜子里看去 在她的左右肩胛骨处 黑色的纹路像沸腾的水一样扭曲着 皮肉下突然鼓起一块凸刺 仿佛要刺破她的皮肤 剧痛从后背传至四肢百骸 全身的骨头都开始抽痛 像是被人硬生生打碎又重组一样 痛得她一个猎气摔倒在了地上 苏维食指抠住地砖缝隙 紧紧咬着后槽牙不敢叫出声 怕引来楼下的人 好好好 不愧是你 邪神 四个福次的这么阴间 是想把她变成怪物吗 苏维无比后悔 明明知道邪神邪恶 为什么还要大胆地向她祈祷所要好处 后背上的骨头嘎吱作响 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 苏维痛得浑身颤抖 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剧痛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轻快感 她后背上似乎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 心念一动那东西就煽动着竖了起来 连带着她也悬浮在了地面上 苏维心脏砰砰直跳 镜子里她的身后出现了一对巨大的黑色翅膀 展开后长度约三米 很方便逃命的能力 童年时的许愿照进了现实 她不用羡慕特洛伊的事就做起了 做起会飞哪有自己会飞来的拉风 不过黑色的翅膀会不会一眼就被人怀疑到邪神身上 苏维刚这么一想 就发现背上的翅膀颜色变了 不仅翅膀变成了白色 连她的头发也变成了白色 白得像个小天使 就差头顶再来个光环 怕真出现那玩意儿她赶紧止住了想法 不得不说亡灵之神真的是个大方的老板 送她一对翅膀还外送一套皮肤 让她可以换着用 苏维甚至隐隐感觉到 她获得的能力还不仅如此 只是具体还获得了什么能力 她暂时没领悟出来 伟大的亡灵之神奥地列特 您真是我见过的最慷慨大度 宽容慈爱的神明 老板这么好 不会是因为她只有自己这一个信徒吧 苏维一边大逆不道地想着 一边把翅膀收了回去 翅膀神奇地钻进她身体后 背上的印记也缓缓消失了 她的发色变回了黑色 除了被汗水打湿了一点外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 一般来说 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得帮人家把事情办到 神卷者秉承神的意志 需要向神提供纯粹的信仰 或者帮她招揽信徒 苏维之前是个无神论者 显然信仰不怎么纯粹 提供信仰这块她很难做到 估计亡灵神也知道这一点 毕竟神想听人的心声还不是轻轻松松 所以苏维剩下能做的就只有招揽信徒了 但是她去让人家信奉邪神的话 真的不会被打死吗 而且亡灵之神究竟是好是坏 她目前也并不清楚 最好找个方法试探试探 当然这事得从长计议 免得她惹恼了夸夸神 被她一个念头直接弄死 苏维现下的想法是先去探探特洛伊的底 既然她能认出亡灵之神的神卷印记 说不定她也是亡灵之神的信徒 明明是一位邪神 却喜欢听别人夸她正义善良 夸好了就赐你一对翅膀 还贴心地戴一套皮肤 苏维对亡灵之神的慷慨很满意 可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 苏维找到特洛伊 特洛伊 你是邪神的信徒吧 特洛伊瞳孔剧烈收缩了一下 不是 骗子 苏维往前走了一步 透过那张面具观察她的脸色 不是的话 为什么你一听我说那样的话 就答应了我的雇佣 特洛伊紧抿着唇 手掌用力地握着剑柄 你是亡灵之神的信徒 特洛伊猛地抬眼盯着苏维 眼里闪过一丝杀意 别紧张 我不会举报你 我并不讨厌邪神 相反我对他们很感兴趣 特洛伊眼里露出惊恶 随后瞳孔一按声音沙哑地警告她 好奇心会害死你 不要试图触碰任何与邪神有关的东西 小心引火烧身 苏维快速伸手碰了一下她的手臂 像这样吗 特洛伊跟被针刺到了一样往后一腿 你你 我怎么样 苏维两步跨到她前面 又伸手戳了她一下 就碰了怎么着 特洛伊反应大得像是被人轻薄了一样 猛地往后撤了七八步 浑身僵硬地看着她 你 你是个女孩子 不然呢 苏维一步步走近 我不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吗 苏维伸手摸向了她的脸 手指在离她脸旁一尺的距离处停下 特洛伊 你面具下的脸是什么样子的呢 特洛伊动了动嘴唇 突然转身背了过去 逼亚的声音传来 很丑 不好看 不管你长什么样子 在我眼里都是美的 苏维说这话也不心虚 反正大多数西方人在她眼里都长一个样 她脸盲 基本只靠头发和铜色认人 特洛伊 我们交换秘密好不好 你让我看看你的脸 我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 特洛伊无几面具后退又转了过去 不行 苏维脾气上来了 不给我看 不会是因为你额头上有邪神的印记吧 特洛伊浑身一颤 没有 反应这么大还说没有 苏维没想到真诈了出来 心情复杂地问 是哪个邪神的印记 是不是亡灵之神奥地列特 你是他的神圈者 但是就算是你有他的印记 也不用天天戴着面具吧 只要你不刻意显露 又没人看得到 特洛伊转过身果断地说 我不是他的信徒 我也不信神 神将日快到了 我会向你证明这一点 神将日 苏维想起来这个世界 把每年的11月1日定位了神将日 认为这是诸神降生的日子 为什么要在神将日这一天证明 现在不行吗 特洛伊语气古怪 因为只有在神将日这天 神殿才会敞开店门 洒出真正的圣水 所有人都会去神殿广场上 接受圣水的洗礼 那些圣水不是假的吗 苏维记得巴尔克说过 他小时候喝的圣水 都是神父从井里咬出来的 那一天的圣水可不是假的 应该说只有那一天的圣水 才是真的 神会赐予圣水驱除邪魔的法令 如果我是邪神的信徒 我就会被圣水灼烧成一团飞灰 苏维眼皮一跳 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上天可真是爱跟他开玩笑 上一秒让他春风得意 下一秒就让他急转直下 突然觉得大翅膀 也不是那么令人心动 神将日的圣水洗礼 应该不会强制他们参加吧 苏维回到学校 掏出了许久不用的闺客 自从上次他占卜出几招 当天却遭到了假流氓的袭击后 苏维就不是很相信 自己占卜的结果 而且从那天以后 他占卜就又回到了 第一次那种情况 一看星途就头晕恶心 退出精神世界后 要为你好久 随着课业越来越繁重 他的精力也更多的 要用到其他地方 因此不敢再轻易占卜 上辈子那些算命的经常说 泄露天机会遭到舞弊三缺的惩罚 他倒不在意什么光寡孤独残 但三缺里的财和命 可真是压住他的死穴了 财和命缺一个都不可以 思绪收回他拿起龟壳 全神贯注地开始进入精神世界 苏维望着天幕 问出了生死攸关的第一个问题 神将日与我是极是凶 大火星宿再度亮起 预照此次为凶 这个结果苏维还算能接受 凶意味着虽然有危险 但不是一个必死局 我要怎么做才能逢凶化解 大火星宿忽然爆发出刺眼的红光 天幕上的星星像尸众一样磕磕坠落 裹挟着炽热的天火砸向了他 整个精神世界都融化成了一片岩浆 星象昭示这一节他躲不过去 如果非要躲只会是死路一条 苏维睁开眼睛抱住炸裂般疼痛的脑袋 眼中流出一滴泪水 泪水流过之处带来烈火灼烧般的痛感 这种痛感就是圣水落到身上的感觉吗 这种痛光靠扛肯定扛不下去 先不说他能不能撑到神将日结束 如果他被圣水烧焦了皮肤 其他人也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邪神的信徒 必须得想个别的办法 至少能让他看起来不受圣水的影响 突然苏维想起一种叫做变形咒的魔咒 但那是高级魔法学徒才能学的 距离神将日还有15天 苏维一直没找到可以接触高级魔法的机会 高年级的魔法学徒他完全结识不到 就算主动结识到一个 贸然请求人家教他高级咒语 人家也不会答应 而图书馆也绝不会记录魔法咒语 魔法书只掌握在学校的任客老师手里 苏维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从摩西教授那里偷到魔法书 看完之后再还回去 然而摩西教授书不离手 他想达成目的尤为艰难 苏维也想过逃跑 或者到了那一天就躲在房间里不出门 但学院下发的通知记碎了他的妄想 神将日早上7点 全院师生必须到学院广场接受 一年一度的圣水洗礼 逃避者一律按邪魔处置 另外还有一则通知 神将日下午2点 西瑞亚神殿前广场将举行盛大的当魔仪式 欢迎西瑞亚魔法学院的师生们前往关心 这个是西瑞亚城主和神殿联合下的 可去可不去 时日无多苏维内心愈发焦虑 周围的学生们热烈地讨论着 神将日那天要去哪里游玩 因为那天不用上课 圣水洗礼的过程也非常简单 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结束 对他们来说相当于放了一整天的假 苏维脸下谋肩浓重的 墨色若无其事的低难 为什么必须要去 我那天还想睡个懒觉呢 哎 很多年前也是不用的 主要是学院里混进过一位邪恶的亡灵法师 巴尔克从小生活在西瑞亚 知悉西瑞亚魔法学院的一些往事 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吧 也就是十年前 学院里的一个高级魔法学徒 突然出现在大魔仪式上 劫走了刑台上的死刑犯 后来经过学院调查 才发现他居然是一个亡灵法师操纵的人劈亏 也不知道前进学校是想干什么 苏维惊恐地捂着嘴 天呐 那最后那名亡灵法师抓住了吗 当然抓住了 莫里森院长亲自出马 那个亡灵法师还没跑出城 就被他一招给灭了 尸体都被圣水化成了灰呢 巴尔克说起来十分骄傲 好厉害呀 温妮露出敬仰的眼神 莫里森院长不愧是一位强大的魔导师 是高级魔导师 听说院长已经在冲击大魔导师的境界了 魔法师一共有八个等级 即初中高级魔法师 初中高级魔导师 然后是大魔导师 圣魔导师 像他们这样的魔法学徒 只要认真学习 毕业后就能成为魔法协会盖章公式的初级魔法师了 苏维惊心里生起了一股无力感 学院里的老师各个都有高级魔法师以上的修为 就算他能学会变形咒片得过他们的眼睛吗 不管事情能不能成总要挣扎一次 苏维惊很快就给自己制定了三个方案 第一想办法引开摩西教授 偷出他的魔法书 第二给自己弄一层防水涂料 看能不能防住胜水 第三走为上计 尽管占卜结果说他躲不过 但万一呢 苏维最先完成的是第二个方案的布置 他也要做柠檬蜂蜜水为由 让贝拉买来了一大桶野生蜂蜜 从里面提取出了两斤蜂蜂 这些蜂蜂加热融化后涂在皮肤表面 可以隔绝外面的水竹 就是涂上去效果很假 但没关系他还可以敷粉化妆 除了蜂蜂苏维还熬了一碗羊油 去味除心后凝固成洁白的乳汁 涂在脖子和手臂上也有一定的防水效果 第三个方案准备起来更简单 只要当天把所有金币全都揣在身上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方案 怎样才能拿到摩西教授的魔法书 针头和金属圆筒就能做出一个简易留声机 把它放进一个用齿轮做成的发条车甲 再打扮成人的形状 这样一个丑陋的机器人偶就做好了 苏维打算晚上用这个人偶引开摩西教授 然后自己从窗户飞进他家偷魔法书 为了给人偶提供足够的速度 他又刻苦学习了风之魔文刻在上面 做完这些距离神将日已经只剩四天 摩西教授住在学院外的一座独栋小别墅里 他没有结婚生子 喜欢独处 听说他有一个情夫 但从没见到过他跟情夫一起出现 苏维趁着夜深人静偷偷溜出学校 带着他做好的道具飞到了小别墅的屋顶 随后牵着两根细细的线 让人偶降落到摩西教授的卧室窗边 黑夜里人偶敲击着木窗 发出沙哑怪异的腔调 谁 尤杜拉摩西听到声音猛的惊醒看向窗外 是谁在外面 他翻身下床来到窗边 掀开不透光的窗帘 漆黑的夜里只看到一个直挺挺的黑影迅速离他远去 空气中传来淡淡的魔力波动 但那道声音听起来不像人声 布南部女间隙里还夹杂着刮耳朵的噪音 回来 摩西教授明白过来 拿起了床边的魔杖 人偶距离他太远咒语很难击中 摩西教授不再犹豫翻窗追了出去 屋顶的烟囱后面 苏维亲眼看到摩西教授追远 确定他短时间内不会回来后 立刻跳下去翻进了窗户 卧室里太黑 苏维用魔法棒点燃了一朵小小的火苗 才看清这里的布局 一架宽敞的大床 一个大衣柜 还有一些诸如梳妆台挂一架之类的小家具 苏维目光扫过房间 一道荧光映入了他的眼年 魔法书就在床上的枕头下 他快步走过去 从枕头下拿起了银制的魔法书册 但在他拿起银册的一瞬间 突然卧室门外传来了推门声 该死的 苏维看了一眼自己离窗边的距离 果断地熄灭火苗放下魔法书钻进了床底 直的一声门从外面推开了 一双穿着绵软灰色拖鞋的大脚走了进来 奇怪窗怎么开着 那人走到窗边看了看 又转了一圈身 夫人 人哪 出去了吗 他走到床边似乎弯了一下腰 拿起了枕头旁的魔法书 怎么又把书乱走 男人抱怨了一声拿起魔法书走到了衣柜旁 苏维看不见他上半身的动作 只从他睡袍下的小腿 和露在拖鞋外的脚后跟勉强判断出 他是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男人 估计就是摩西教授的情夫了 衣柜在床的对面 黑区区一块看不清楚 但男人拉开衣柜门把书放了进去 哎 大半夜的我还是出去找找吧 那双脚走到门边拉开门出去 苏维等了几秒 听到外面又传来一道开门声 他才从床底下爬出来快步走到了衣柜旁 拉开衣柜门里面竟然满满都是魔法书 他迅速翻找着 那本银册就在书架上 但他觉得他今夜可能会有更大的收获 在书架的最上面一排有七八本羊皮册子 他抽出一本看了看 恰好是一本高级魔法书 足有神著 苏维脑海里浮现出这个词语 随即把魔法书的那叶撕了下来 留下一个坚硬外壳 把外壳塞了回去 做完这一切他不再留恋 从窗户飞了出去 荒坡上摩西教授用束缚咒把人偶困在了原地 他本来以为这是哪个半吊子傀儡师的恶作剧 走进了才发现连半吊子都算不上 人偶的身体是用树根细长的藤条编织而成的 身上穿了一件破麻衣 脸上蒙着羊皮画了五官 丑得不忍直视 摩西教授忍不住骂道 这是什么癞蛤蟆玩意儿 实在是人偶太丑 不说那失去比例的长一节短一节的四肢 就说那张脸 脸的两边为什么涂了两个红红的圆 多了那两个东西莫名的渗了黄 他用手指碾了一下 发现人偶的脸上还涂了油脂和面子 一大一小的两只眼睛上用探笔画出了长到吓人的睫毛 一定是个臭小子干的 摩西教授百分百确定 只有臭小子才会画得这么丑 要是苏薇听到这句话肯定会大呼冤枉 他画的是卡兹兰大眼睛好吧 摩西教授撕开人偶的肚子 一坨像是胡拼乱凑出来的金属垃圾呈现在他的眼前 一根金属针搭在稀薄圆筒上 不停地发出嘶嘶嘶的声音 对于喜欢安静的他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 不过出于对这个破玩意能发出人生的好奇 摩西教授没有一脚把他踩扁 而是拎着他回到了小别墅 长得像个小白脸的斯文男人站在别墅门口 回来了 抓到了什么 摩西教授顶着一张冰霜脸把人偶扔在地上 一个丑玩意儿 里面装了一个能发生的机器 还用燃烧的木炭做了自毁装置 被我用水元素浇灭了 很聪明的想法 要是用的材料不是这么普通 说不定真能达到他预想的效果 不是个臭小子吗 哦是个臭小子 我说错了 斯文男人语气温柔 确实应该是个臭小子 夫人你平时上课对学生太凶了 看看吧 这孩子费了多大的功夫来完成一场恶作剧 更别被我抓到他 或许是一项伟大的发明 摩西教授看了人偶一眼点了点头 另一边苏薇拿到了梦寐已久的魔法书 还有四天时间 四天应该够他学会一道高级魔咒吧 苏薇对此不是很确定 但学院里人多眼杂 他不敢把魔咒书拿回宿舍 就先放回了小院 尽力的夜里特洛伊突然睁眼 手指摸向枕边的剑 侧耳吸听外面传来的细微动静 他听了一会儿又把手收回了被子 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苏薇他半夜回来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 外面又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像是窗飞在摇晃 又像是鸟类的翅膀在山飞 特洛伊心念一动轻轻坐起身下了床 试着脚走到了窗边 他拉开木窗 森绿的眼眸紧紧盯着空中那道鲜瘦的身影 狂风驱散乌云 月光倾泻而下 特洛伊缓缓睁大眼睛 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巨大的白色霜翼划过夜空 飞翔在月色下的少女 仿佛神话中圣洁无比的天使 特洛伊眼力极好 隔着数百米 依旧看到了天使那半张琢磨的侧脸 她的脸暴露在清冷的月光中 雌白如雪 特洛伊捂住了胸口 那里的心脏在顿头 至于她是个美梦也是个噩梦 半空中苏薇悄悄往回看了一眼 提起的心终于放了下去 她没想到特洛伊的听觉这么灵敏 她只是开了一下窗就把她惊醒了 幸好她对别人的注视 有着非常强烈的直觉 才能在她第一眼看来的时候 迅速切换成白色皮肤 捂住了自己岌岌可危的马甲 之前苏薇用原生皮 是因为她觉得黑色更适合在黑夜中隐秘 可现在被人发现 她又觉得自己有些短视了 黑色翅膀是擅长隐秘 可一旦暴露后果就很严重 白色翅膀虽然显眼 但要是被人发现 她大不了就说自己是哪个小野神的神士 比如鸽子神海鸥神什么 苏薇一边想着一边飞回了学校 洁白的丽影从心目中降落 在这满身青灰落入蔷薇花园中的宿舍 远处一只羽毛去黑的乌鸦 站在湖畔的柳树上 用星红的斗眼记录下这一幕 随后飞向了男生寝望